今天的節目本來是像我們這個廣告上面提到的 現代台灣三城市公園聯制的GISD製作的必要 因為朋友在台大傳遊戲的Facebook上面 Follow了一個機保的安全走廊 這一個公告 所以變成超出我原先要講的環圖融界 所掛分出來的三層 三層四 就是空間體制的這個議題 所以我今天也會併提到 有關章學課設計那麼多的 所以就把它進入開設 現在大家看得到在螢幕上看得到 新代台灣人群的空間、治理、體制 GISD製作的必要 等一下就是由我來組講 有先繼續請問 在有照顧在回應之後的參與 好 那 今天 主要是看不受故事 也就是 看GISD製作的必要 來講述 清代台灣人群分類 國家權力 空間 自己故事 故事 四天谷教授 在1988年10月底 一個陽光補照的早上 他急著急著的報告 來告訴我們 在八能項大安寸 生平離磁看到實實在在的 他的規模 特別是他的長度 讓我們瞬間意識到 他可能所在的意思 從那一刻起他放棄先前的研究 專心來做這個地步 那他寫就在1999年 寫就著 清代台灣逐漸地區的 從某個區域發展 看在台灣的封印 是一個很像 很像證據 堪稱造成 清代台灣史的改寫 那我做的調查 當然是跟我們借有某大的關係 那我們兩個所做的圖 藉著調查 做一個簡單的比較 試驗5基 基本上是用10分的地步 保圖 2萬分之一的保圖 那我們現在用的是 GISD為1200分之1的地基圖 也就是你們在地政事務所 可以找到的能力 1904到1905年 肯定是古地調查局所做的 那一套的地域調查 古地調查資料 他的藍賽圖 那 方法上 他之前騎的機車 跑遍這個圖 俗建地區的 所以我們要做的 那我們有 GIS的工具 所以我們可以用到 澳洲灣附座的街景 來協助 實地 放開 那另外我們在街景車 沒有辦法到達的地方 我們就下邀程 然後做的 大廠 底下這一張圖就是把 斯天吳先生做完 調查以後 所畫的 主建地區的三個地區 去套疊在 現在的 衛星圖上面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 實現畫的 這個 這一條圖的線 這一條圖的線 那 旁邊這一條 跟他幾乎重疊的這一條 藍線 是我們後來 透過 D級圖 跟實際的 原野 踏查 去確認 稍微有一點 不一樣 但是 其實你也看得出來 其實是 相當接近 可能只是 物差100公尺到 物差到 10公尺以內 這樣的差別 還有其他的一些 物線 確實是 有一點 不止 那我們 就一個 他最初 造成他的一個 巨大震撼的 那一個 陽愁坑的那一個橋 他說的是 他第一次看到那個 那個圖 改變了他的整個研究 這個地方是他 他在那邊的圖 陶淵縣發的像 大安村 陽愁 在 陽愁坑 路徑 的一個 土 濃厚的 斷面 你看到畫面裡面 有一個橋 看到 到這裡 這本條 橋 我們現在在這個畫面 就是剛剛那個圖 這個是 四天五 褲牛鍋的終點 在鑑三下 鷹哥的劍三下方 褲牛鍋的終點 在這裡 我們看到了 在衛星圖上 他照的那一張 前面照的那一張像 陽愁坑的橋 在這裡 讓我們到這邊來看看 用我們的接紙 我們到這邊 這是大公 這是 那一座橋 那一座橋 你看得到 老婆嗎 看不見 我們的天地 這邊都可以有一些 我們暫屬 現在 跟弟兄爸爸 也是不一樣 回到這裡 我跟趙雲兩個人 就沿著 這個公文的邊 從這個橋的位置 走進那個樹林裡面 這是 這是一條幾乎看不見的橋 這邊都是被 公文佔據的 那我們看得到 那一條子 我現在也被公文佔據 然後我們就 到這裡發現 有一個深 有一個深 很深的差不多 十幾公尺 所以我們就沿著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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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頭 為什麼 是因為 靠近邊界的土地 沒有辦法運用 所以 所以 現在我們就把 屋根藏在那邊 然後因為屋根藏在那邊 所以 這些屋根藏在那邊 這些屋根藏沒有被開發到 所以我們還看得到大屋根藏在那邊 所以我們還看得到大屋根藏在那邊 然後被保存下來 這算作是蠻行運的 所以我們看這個屋根藏在那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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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裡 這是一條小路 是非常困難的一條小路 有的時候我們幾乎走不過去了 後來我們還是轉過去 然後到達均嶺的圍牆邊 這邊就是這裡 均嶺的圍牆中 施嶺的圖就是到這裡面子 當然我們知道 圖能夠 在地形圖上看 它是在圍牆 進入到均嶺裡面 一直到這裡 才有間子 但是因為已經被 改建成均嶺了 這應該是跟 所謂後勤 後勤單位有關係的 金色或者什麼 我們都知道 越陽林區 林區 那就被剎平了 所以四天湖 它踏嶺可見到達了這個尾牆邊 它到達了這個尾牆邊 它是用走過來的 我相信 這不是你幾乎 這幾乎都給我過來的 到這邊 然後 看得到這邊 深谷到這邊 差不多四個水槽的位置 看到有四個大水槽 那可能是旁邊這些是沙池場 沙池場在沖洗沙池 除水跟無瘦場 所以看到這邊就平緩了 平緩然後再延伸到這裡 所以這個是我們石地踏場 所以看到 那 這條橋 這是那個東北邊 那個天秤的那個橋的下面 我們到的圍牆邊 這個影片我就不放我們千年太多時間 那 在現在的衛星圖 這是圍牆 這是那個橋 然後你看得到我們在1924年的那個地形圖 是這時代航照 我們透過航照所製作的地形圖 還有一個鉤的形狀 和鉤的形狀 一直到這邊 雖然不太準確 我們的土牛界跟它有一點點出入 它那時候的技術可能沒有辦法 但是那時候的鉤確實是到了尖三項 這是尖三號點 確實到達到一個尖三項 不是十天五化那個圍牆的重點 那十天五的第二個圖來呈現 讓我們再把上面的圖在外面修理一下 十天五先生的圖 然後我在這個上面看 十天五先生剛剛那個橋公墓 然後這個它的土牛界就一直過來 沿著公墓的旁邊一直過來 這裡的公墓旁邊這一條土牛溝 已經幾乎一淺 一淺怎麼講 就是說它變得很淺 現在你只看得到烏薄壹 你會跟著烏薄壹走 然後公墓單位在旁邊有一些倉庫 拓櫃屋 燒金子的等等 佔很多的那種臨時性的建築 佔據了土牛溝 那這旁邊是沿著公墓的邊邊 就是一個淺溝 淺溝一直到清潔隊 八個箱的清潔隊 八個室 現在還有四個清潔隊 然後到這裡高速公墓的圍牆 在這裡還可以看到一小段 也是比較淺 牛比較小隻的 然後都比較淺 但是你還可以在這一段 看稍微看得到 那這個是高速公墓的圍牆 再過來你就看不見了 這十三號高速公墓 你下來接二號 接二號高速公墓 這邊再過來你就完全沒有辦法了 清潔基地 然後到國防大學 化學兵學校 就一直過來 那 十天府給了我們一張圖 它是從對岸的大西人 對岸的三小人揪山 淵山 對不起 淵山 照過來 你可以看到那時候 1988年的時候 就是高速公墓的圍牆跟三號 還在開挖 這裡是工程 剛剛我們是在公墓區到這裡 看到高速公墓的圍牆 這個是197、1988到89年 那時候高速公墓在開挖 但是你在這個桃園臺地的邊緣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一條雜木裡 一直延伸到這裡 就是這裡剛才看到的發洩陰牆 就向南邊 現在已經是清航77T 所以我剛剛秀給大家 去看福建 但是當時 十天府先生的這張照片告訴我們說 桃園縣八德鄉大安村 由台北縣三峽鎮 淵山福看 桃園台地邊緣附近的福牛溝 照片中 靠近台地來的線狀混合林 即為福牛溝兩側的雜林 此段福牛溝已稱淵近地區的派水溝 當初這邊都還是墓地 現在已經看到這邊是墓地 這邊是墓地 這邊變成清航經濟 在地形圖上 你還是看得到 這是四天五拍的照片 我把它還原到現在的地圖 一萬兩千分之一 轉了四十五度角 像四十週方向轉了四十五度角 所以你可以套疊四天五 剛剛那一張照片 是可以套疊 你還看得到土牛溝站 一、九、二、四 那個就是我們一、九、八、九 我們的金鎮版素質地形圖 你已經看不見夠了 但是我們畫了這條 其實我們畫了這條 你看看現在 清航經濟 王大學 化學學學校 所以我們就是分著實現我們的那個 牛戒 就開車走路這樣子的天堂 到達去的很遠點去看 有幾個比較有趣的點 我們就稍微下來做一個先後的對照 這一張是在楊梅的水梅林寺店站 這一張還在土牛上面的土地公亮 那他事先說 隔一年他去房屋的時候 1990年去房屋的時候 沒有時候 在訪此地時 該土牛已經擴建多公尺 完全被 所以他只留下來一個 土秀三民 生必與土牛福地出訪金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愛 那一張 土 你看到那個對聯 當地人把土牛燦營建的土地公園 這個是另外一個史電文的下編 一樣在史電站附近 我們到了那一個相見小路 那時候還是泥土屋 我們用我們的水聲電腦 上面的GPS定位 GIS的定位 在我們找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拍了一個前後的對照 這張很大的 然後我們找到這裡拍一張 先後的對照 那你看到 這張已經是水谷 已經是水谷 但兩邊的主力 還是你就 我們是用這個方法 去重新拔開 透過地區 然後石地 去做這個協會 對 那土牛是什麼呢 土牛是什麼 這裡有一張死 可以土牛勾是什麼 就是石鋼巷的佛像 還唯一佛下來的背 當時原來是在流明的 黃地的區 旁邊的家的前面 是這個樣子 其實實在有什麼 那這個是那個背 每個拖下來的背 拖下來的背 安定民貿易鐵背 說明能夠 他的規格 規格 先到回16 輸出帳4陣 現的長話之間的 長285 長5尺 916公尺 然後堆補19個 每個土 長6.4公尺 或3.2 高2.6公尺 所以每 他是把它分段 19段 19段 每一段是48公尺 一支圖 就是6.4公尺 高1.6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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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在 安理社 文書裡面畫的 一張文書裡面 一張文書裡面 可以清楚的看不到 戒備在這裡 19支圖 這是 高1.6公尺 然後這是當地的人 我小時候 退休 我小時候 也要 有些時候 在我到當地 也就是說 我小時候 遇到他 一起 在紫蘭寺 他在 看報紙 所以 他跟他說 救我們 我們不經的 很多人都在哪裡 他就說 太遠 他說 太遠 太遠 所以 所以 他就是 有 社會所 我自己 教授 一下就把我 嚇一大跳 然後 他就帶我 帶我 他在第二座圖 裡面 就是 就是 就這樣 不曉得是 守了安排 我會想想 如果帶我看 做多大會看 這個 帶著我從多大會走 你看 差不多 一百多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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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 看了 這個事情 我會出發一張 給我 就是這一張 這一張 我們把它套餅 在 背景 就是這樣 好 可以看到 這個 這個 慈禦寺 慈禦寺 第二號 然後 我們可以 然後 第十八 事情 已經 被大學 沖掉 所以 第十六座 在這裡 還變 第十二座 是這個樣子 在這支時代的時候 拍個照片 那時候還在 那時候 我們理系圖 也還可以看到 第十二號圖 十二號圖 他的 還有很多人 在第五 我們這個 我們會直接用 第五標 第十二號圖 跟第五形狀 還有哪一個形狀 灰鬼也一樣 長流口氣 這是第十二號圖 兩隻之賽 變成這樣 三個形狀 然後 第十六號圖 我們剛剛提到 在 那個 西康 邊的那一座 那一座 是這個樣子 那那時候 台中州的那個 教育部的人 來 然後牛牛國小的校長 秋山校長 北斗 去做視察 然後 牛耀夫先生的 伯父 由西林 配套 然後牛美德 就是剛剛那位 牛戒備 做他家威治的 那位先生 就站在這裡 就站在一個小球上面 那大家猜猜看 這是什麼 我們看到這裡 這一塊土 這一塊土 是比較雷的 它明顯跟旁邊 這個濕漢的 跟顏色一樣 它是堆積的 所以我們很清楚 人生知道說 它應該就是 跟規格式一樣 差不多快三公尺 快一公 快兩公尺高 你可以看人 所以這個人像 有很大的 幫忙 可以看 用這台對 然後牛美德 現在的地方 就是已經 智善於靈 變得很厲害 而且它的圖牌 可能會滑落到 溝的上面 出在角度 來這裡 這個就是現在這個 小點禮物的位置 第16號 這是用烏龍的界線 另外一個有關土牛 還可以看得到圓形的 土牛跟空 土牛跟空的地方 是這裡 比如國小那個是 沒有規格在那邊 規格界有一些圖像片 現在你去看 你找不到 對不對 這個地方 我們講的 在青山二階 楊美青山二階 這個地方 由於我剛剛提到 墳墓 所以 墳墓 墳墓 所以沒有被開發 所以 幸運的 可以保留下來 我們看得到這一塊 然後 創作這個圓件 一直下去 我們就到青山二階 這個地方 就 這個地方 下去 平坤 帶爬 然後 我在前面 跑 到我的店 這樣就不能抓住 然後 就跑 在我前面 有功 這樣 非常興奮 因為這次我們的 GIS的資訊 是正確 前面 有功 所以我們就下來 再我們就 先下去 然後 再 跟著爬下來 然後 我們再勾兩者 這個是 起點 前面就是一個社區 它也把它填平 所以這個是起點 前面不是沒有 是被填平的 趕快變成一個社區 就是往下走 鏡頭 照有紙的那一塊是鏡頭 就是到人家為鏡頭 下面有一個韓環 穿過擋架的人 那個泥車長 下面才出去 看得到嗎 好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鏡頭 那這條子能夠繼續走 走 走到永平路 永平 這是永平山 走到永平路 這條路 永平路 開過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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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隻 可憐 被獲成兩半人 看到嗎 這是他的原型 這是一隻 你看他在這兒 2公尺 2公尺 6 高 因為有數長在上面 所以他沒有被 被獲死 那 6公尺 差不多6公尺 看到嗎 這顆 你真的 你要趕快 這時候 我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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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趕快跑路 趁他還沒被消失 那已經被開過 那麼多個禮拜 但是你被看得到 他就在行 他就在行 這是我們也看不到 他就一直在做 前面 前面的那個 那個 那一段 其實他有接手下 你剛剛也看不到 但是他沒有像這一隻 這樣子 完整的 可以破開的感覺 這個是應該建立的 我不曉得 這個是歷史武器 一定要給保護 所以我需要討論 他就在這裡 可以刮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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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 三層次 就是從這裡開始 就是從這裡開始 青龍十年 不見不認識 剛好山 作為皇帝 特使來到台灣 進行 然後 免犯戒指的 勘犯戒指的 勘障 就是上面行 劃清界限 使身犯在外 身犯在內 在內 在內上 漢民在外 靠牌還是這邊 手犯見無盡中 然後 後來 因為 借化流 不斷的被 越界失憾 所以 有在重化的警示 所以我們看到 在乾隆十五年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為了兩次 第一 並 彈張 二屬 標竹 標花生 標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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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界限 然後 後來 再 有一個規矩 因為 一所事件以後 設立 斑座 設立 手犯的 禁礦 把界外的土地 失憾的土地 跟沒有憾的土地 試給他們做兩善 地球 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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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都知道 什麼叫囤蕙智 那叫囤蕙智 那囤蕙自設下 要稀 歸圓 凡蕙的兩善徵 圓屆 所以從前 用紅色 簡直上十五年 藍色 即是 二十五 紫色 簡直上十九年 會做了一新擴障 那是紫色界 現戰 連貨 綠色界 綠色界 也需要一舊 這就是肿門裡面提到 就這個紅藍紫三條線分別有圖 已經發現這是在甘肅省西北師範大學 中國的甘肅省清理台鼠漢方邊界地 簡單說就是南縣界 南縣界的 是它裡面的樣子 你看到裡面有一個甘肅省指 現在也有問題 會把那些甘肅省指揮成一個表演 大家看這些甘肅省省的文字 還有沒有關係開掌的文字 這是青龍四十九年的紫縣 台灣田園分別肯進屋 所以現在存在北京的文工 在北京的文工 上面有收入文字 看看 相性有關土地的仁占分別處理 改的均衡明鏡 那用現在我們的接下來是數字列寫出來的表現 這個是康熙六十一年的劍卻之外的定來 康熙六十一年的劍卻之外的定 一直到前往十五年還有剛剛提到的憲戒 前往二十五年天會來憲戒 前往四十九年在畫了直線劍戰地劍 那林世王世間以後威徒母一切 然後就配置到養善谷地 所以就是西部的手腕攝伍從原基因地 配置養善谷地 讓他們到哪裡 看到這個圖的沙扁 就是他們是從海阿里面被配置到中間的 邊界外跟身外之間的夾形成平台 用我們的示意圖來表現 康熙六十一年只有臉界 然後再來是濃線、藍線、紫線、綠線、綠線、綠線 除界開可能就比較放鬆 所以就愛有限 這個一樣是一個私益度 因為邊界不斷地在推移 所以我讓你從這個圖上去感受 它是這樣子 看到嗎 好 那因為邊界不斷推移 你又熟悉色界 所以就我們台灣 佩分了好幾個地帶 因為邊界的設施 從西道到西道 非常佩分了好幾個地帶 每個地帶有不同的 人群關係、土地關係、社會關係 甚至人種 都一樣 比如說三號省公路 三號省道就是接近 有時候會加星成平台的那個 那這個 這個 不同的分帶 在 在這個 四天五先生 手開封器 手開封器 做了這個 這個 台灣的研究 要分成不同的地帶來做研究 如果你不先分清楚地帶 你真的講不清楚 你把整個台灣當成一樣的 你搞不清楚 每個地帶都不一樣 所以這個 到四天五 它是分成三個帶 那其實是可以分成這個 這個分帶 那四天五的觀念是這樣子 它當時說是 全面開瓦的土糧公路 它找到的土糧過程沒有試斷 在櫻戈尖三角 剛剛我們看到 它說那個 那個 羊酬坑 那個尖三櫻三角 那個土糧公路 一直也升到櫻戈尖 這段全長三十四公里 然後它另外有找到幾段 這個在這個 荒寮義廟旁邊 那一個 四公里 然後 新竹 竹連石東 這五整萬 兩百公尺 然後 土糧 魔狀 約五百公尺 那它從櫻戈尖湖口這一段 長達三十四公里的長度 最快 當年在主線地區 從北 英科的尖山到南 中港的尖山開瓦的土 能夠 細全面開瓦 合規片段 跳瓦 跳瓦 所以它在看到前面那一段已經非常正經 等它最後調查說 這個是從 櫻戈到中港 是全面開瓦的 這也是一個偉大的工程 當然就更正安 它任何這樣 然後它都可以上個理由 地區 當然我們從這個 紅蘭縣圖 就是西北大學 西北四萬大學那張圖 裡面的圖書文字 我們大概整理出來 就是這一張表 大概已經知道了 我們看得到 就是斯天府 看到了三四四公里 其實是分成四段 當然它的連接處很接近 所以你可以 基本上是可以把它看成連續 三四四五六公里 就圈出來這一段 然後接下來 大家看到那三段 那個裡頭三角的 北三角 北角北邊那一段 它是正確的 差不多四點六公里 那南邊那一段 它沒看到 那接下來新竹城外的那一段 它看錯地方了 那我們看到確實是有一段 就在克雅西的那個西湖的出口 作出口 柏亞 柏亞 柏亞西的出口 288公尺 然後在中港 環陀 中港匹陀環陀 是現在的部分 那邊的那一段 5.76公尺 5.76公里 師兄說500公尺 他大概是看到了一小段 好,那沒有關係 其他段師兄就沒辦法看到 那他以為這個整個是連起來的 那事實上 應該不是 因為當初已經講了幾百 現在都會把它標出來 我們的圖就把它標出來 勾的位置 有那個勾的位置就把它標出來 所以我們看得到是 彰化縣 有三段 淡水丁 十三段,總共十六段 五公 那這個 我們說實現 當然是個創局 三個人文地理區,但是我們現在 事後的調查 看到了這個鴻安子律 這一切以後我們可以告訴大家說 台灣真的是 這是 是應該要做一個分袋的研究 這是 從以前化解 現在要走到時候 我們看到做台灣研究的時候要 清淡台灣研究的時候要分袋 那 事先是將 竹線地區的土牛構 以藍線跟綠線 兩條線分成三個人文地理區 就是 剛剛我們看的那張圖 那用現在的 那個 用現在的比較清楚的方式來呈現 就是這個樣子 漢肯區 品部組寶寶區 跟艾爾庚區 三個地帶 三個人文地理區 這是四天虎的那張圖 我把它 用更清楚的方式來呈現 那事先是從三個人文地理區來例推 我們剛剛提到的特使高山的三層字 那這條新界 這用事先二的話來講 歸族人為界的綠線界 與原先設立的土苗界與藍線界 將族線地區分成三個人文地區 這就是乾隆十年高山所提的族群分布原則 忠告落實 這是乾隆五十年高山所提的族群分布原則 忠告落實 這是乾隆五十五年形成的三個人文地區 落實的高山原則規劃的 生患在內、漢民在外 所方間隔於其中的三層四族群空間體制 所以四天府是從乾隆五十年確立的翻層字下的三個人文地區 想像高山、乾隆十年奏存等三層字 所以三個人文地區老實說並不等三層字 三個人文地區是翻層字歸層為界 而化成三個地帶 所以這裡面實際上的說法 有一些失落的歷史環境 掉落了一些歷史環境 重要的歷史環境掉落了 如果不知道土牛界 就無法知道身翻、手翻、漢民三層字族群空間體制 如果不知道三層字就無法理解界外思肯及其所持生的延山勢力 如果不知道界外思肯及延山勢力 就無法知道臨床事件的起因 如果不知道臨床事件的起因 就無法理解事後由三層字轉化而成的翻層字 所以中間有這很多個重要的歷史環境 對我們來講非常有意義的歷史環境 有失落 那當初清庭對臺灣的所謂族群的志 是有什麼樣子的觀念呢 簡單來講就是以身翻為外衛 以內山身翻為外衛 以防範、漢人在界外屁股聚名為亂 這是用那個 以這種如好一點的話 台地身翻性罪凶惡、專士殺人 但是也因為這樣 所以就是漢人就不敢去內山的身翻地界開閑 他是如同我之凡你 尖鬼不亂、篡土由你不敢四字 成為臺郡一外戶 這是以這種如靠及善咒文裡面 提及身翻的時候所作的描述 那皇帝的指示是什麼 各安其身 國家權力借身翻殺人為由 以保全民命為名 禁止越界失衡 進行身翻、熟翻、漢民三屬群的分代隔離 用秦始終的話來講 用雄正皇帝的話來講 百姓熟翻、生翻 總各父生理不容混雜為善策 少不欺諸事生理 這是全龍帝,清高中 翻苗秦寧至安翻苗之地 內地之靈,秦寧至安內地 各父鄉門乃久秦寧 這個就是全龍22年當初開始設置愛寮 然後這裡 安理社畫了一張成關的一個地圖 像三歲畫一樣的地圖 但是它呈現了身翻社的位置跟愛寮的位置 19年開始是愛寮,就是22年畫 我把它放在現代的地圖上面 就把這些身翻社的位置 它提及的身翻社考證它的位置 然後還有 這裡沒有把愛寮的位置畫下來 我會再下一張圖畫 但是我會把那個邊界 當初還曾經存在的 那時候才畫到紅線界 然後還有一些斯坑的地點 斯坑的地點 官方文書裡面提及的斯坑的地點 都標示出來 所以讓你知道斯坑到哪裡 好 那是因為這些漢明月界斯坑的問題 所以官方就畫界了 這次是要畫藍線界的 藍線界就是我們的土牛界 那這一張是楊映君 你這種的楊映君在簽 23年的時候 那這就告訴你說 山外貧固相地定為界外界內 其界內准漢人靈心 界外之地則 首萬界一處等 重職之聲 蘇年畫界 然後現在 他命令新任的台灣道軍總兵 親自去看界 親自看界 台灣最高的文武官首長 親自看界 然後畫界 畫成 然後暗界挑蛙深溝即將受 首挑之土堆基 足成高大吐牛 朝江的 有南清運 然後 弄完以後還要 惠圖看十分別立於正道 臺灣道軍總兵的衙門 所以我們會看到那個地圖留下來 但是 那時候也應該有兩個石碑 一個立在臺灣道衙門 一個立在臺灣總兵衙門 兩個碑 這個地圖在碑上 好出聽 皆因行之事 如所欲行 這個奏武士 台軍現在命半要見 所以以後 以後的公文 提到這件事說 尊奉聖義 都是提到這個名字 OK 所以你再看到我們 前往二十五年 那個民族總兵陽明章 就在他的 在他的督導下 他替代的良運軍 不只是講到四趟 那就是替代了他以後 就把這件事情定案下來 所以我們看到他在彰化線 租了十三道的溝 其與西盡不相連處 則飄蛙深溝推處 也就是說 你不能以三角西盡 為界的地方 沒有天然界線的地方 你就要花溝出你 所以這是我們剛看到的民工 那淡水廳也是一樣的處理 那總共 那個他做完以後 有畫的圖 有看到十三段 齊吾山西蘇 一定要勾足 總共十三段 那個在地圖上 可以看到 然後二八兩月要委任 那個陳思維 我們分別去查看 簡單來講就是 比如說用我們的那個 中部做例子 就是笨港 北港縣城 要去查看那個 我們的那個公園 就是貓樹 貓樹的那個地方的土鳥坡 然後我們貓樹的巡檢 要去查看那個 那個那個 豬樓那邊的土鳥坡 就是要 要到對方的 對方的那個地域去查看 那時候會去那些土鳥 好 那這個是那個 那時候的 台灣支舞 林余文宜 恭賀這個土鳥坡 被組成 上面提到 對不對 對不對 錢董 二十六年 春天 過年後 那位楊錦樹先生 台灣大 就認為說 金里素宅為北陸番界 上會一定 生以為律 即日指負 二十五年已經 已經定案了 對不對 他現在去幹的自己事 就是挖那個勾 你看到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就是他 親自 從府城 一直到這裡 督打 挖出來 那挖完以後 會怎樣呢 挖完以後就是 手腕就 設了那個愛療 然後就是要守愛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要 查看 有沒有絲肯 然後要取締 這是 貓室巡檢師 戴鴻杜 發言 案理社總統事 潘根掌 的那個命運 一座通圖 即波番三百名 協同相保獎 訓網所俠 沿山一帶 借鉤外 在土牛借鉤外 將監民手中 雜糧等物件 搭蓋草療 不分日夜 蓋行 坎滅 猜悔 不得客延 甘舊 火速 火速 並修足功能 嚴嚴趕重 這是二月 我們看到 二月八月 他們兩邊要交換去探查 二月 奔趕現場 快到 他下令三百 手腕暗設 把所有的座物跟鐵條 全部砍面燒 這個 在土牛借化界之下 所形成的三層四的族群空間體制 它是什麼 然後它有一個警門策略又是什麼 清正以透過土牛後邊界工程 這是一個硬體 以及手腕地群的重配置和保護 這是軟體工程 在族群的空間關係上 確立了 深腕在內 漢民在外 手腕間隔於其中 等三層四的族群空間分布 那在國家與族群的關係上 自從消極的等級點對待 民藩等級 可對待專政積極與手腕結盟 撫恤手腕知情捍衛海外 這語出 您這種都舒張的重容 那它的具體內容是設置翻通式 翻通式 取代判通式 然後設立翻愛治 大家看到設立愛寮 然後設立理翻統治衙門 就是專管翻戶 原住民事務部 原住民部 以前是民翻是共同 沒有民翻分治 民翻而已 都是在地方衙門的關卡下 現在民跟翻是分治的 翻我特定的衙門來關下 它最主要的任務是處理民翻交涉的事務 也就是有關點閱的糾紛 以及翻愛的那種 守愛的事件 那這個衙門 它執行的是一種續翻的措施 就是已經確定在證明上 是 體訓、撫恤手腕、以資、捍衛、海外 這個政策 那你可以有相關的、有關的證明跟措施 要配合 就由這個衙門來執行 以翻通知衙門 那在三層次的地方自理實作 它產生了 用安理社作為案例 它產生了什麼樣子的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地方社會怎麼 在地方自理的十座層次上 我們剛剛談的是在中央的層次 中央朝廷的政策 這是在地方自理 用安理社來看 我們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地方社會自由其對應之大 那怎麼幹 一樣借懷思考 另外有 現在翻通知被納進來 用翻通知來取代漢通知 我說這個是翻人自翻 其實是退一步進兩步 你現在用當地人來治理 但是事實上是國家的人 以權力進一步的滲透進地方社會 但是問題這些地方的協力者 這些地方的協力者 難免會假借這個國家權利的權勢 那就發生了異化 所以又造成了翻社內部的階層分化 還有分派系內鬥 地方派系 翻社內部的地方派系互相鬥 階層分化的問題 階層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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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鬥 那這裡面 三層四就發生了它的危機 因為前面這些地方自民的始作 產生了它的危機 捨翻社的內部的階層化跟內鬥 然後就造成你社官的生機困難 社官的生機困難 社官的生機困難 那社官的生機困難它會幹什麼事情 它就是它是手外的人 它自己遭悍的話已經開口受註 所以就叫做界外兵褲的堅守之道 它產生著這樣的一個副作用這樣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更可怕的是 岩山界外兵褲的絕情 因為你化解謙明 你把這個界化的 把百姓趕回來 就砍滅燒煮 就是你到界外開墾 它是可以管你煮水的 雖然大部分只是關於鳥子燒掉 作物燒 砍滅燒煮 但是 這界化也畢竟是一個三款一代 而且 不只是官方會來趕 官方會派手外來趕 而且 還有更可怕的是 高山族的出場 這是更可怕的 沒有國家力量保護的話 你要想辦法自己保護自己 那你想一想會怎麼樣 你想想宜蘭的歷史就知道 菩薩他們當初是怎麼進宜蘭 所謂的五騎手是怎麼來的 以騎為單位 各有大哥 騎手騎將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接近班位組織的方式 的一種準君式組織 幫助你在界外生存 所以就是你崛起的 人戰界外兵褲 是 戒外兵褲我們來看到 怎麼戒外兵褲呢 有好幾種辦法 一個是戒愛兵褲 我 熟患來看守 那個歡愛啊 然後他生氣困難啊 你不能知道 莫許他把戒外的貧固 可根地拿來給漢人 耕種收諸 這樣他才能夠有守愛的佛羊啊 所以就默許他用這個 這個司坎界外 召喚店司坎界外來籌措 還有歡呼喉 好 那這個是當初十九到二十二年設的 那時候只是設巡視寮 熟班設的一些巡視寮 還不叫愛寮 好 好 那 到二十二年的時候 就是我們前面已經看過的那一張 就有十二座 就這十二座 那二十三年以後就是 我就開始新的政策了 二十五年把牛溝掛定了 那現在是二十八年 他剩下十座愛良 有兼併了 有取消的十二座 各有他的翻兵術、愛良骨 這是張茂之縣造頌的 他就每年要造頌一份這個名冊 這個清策去說明 多少人 要用掉多少愛寮、愛良等等 孤代孤者說這是什麼 然後愛良從哪裡出來等等 好 那這個是始作愛良的位置 我把它調在我們現在的地图上面 紅線跟藍線 好 那你看得到各自的愛良 就有負責的那種正管區 因為安理社我們就是在這個區 是不是 好 就是 孝利林、沙利巴萊基基跟哈利斯福 這三塊 現在的 從 應該是講 大理區 太平區 一直到潭子區 靠山 這一邊 好 那這個就是當時斯肯的 還有分界的地圖 因為前往23到25年間的這些 重新的勘障 沿邊界外的田園土地 所以造成了這個追究責任的問題 我們市民的通事 安理社長或是張達君和通事 就是這樣被煮水回到唐山 就是 那時候 做了一些土地的清查鑑定責任 然後就是 班通事 潘敦宅去代表張達君 然後 就介入了很多這些 先前不知道的事情 比如說張達君是借由那時候 作為總土官的潘敦宅 假借他的名字 說是首官在開墾界外 所以用這個來逃避官方的 對於那個私奔者的那種處罰 跟那個 跟那個 調查 好 那這張圖就是把那時候的情緒 說明一下 因為張達君是 六色總統寺 判離五色在家貓巫宿寺 代管貓巫宿寺 因為貓巫宿寺參加判官 所以判官平定有被他代管 然後六色總統寺 所以他也佔管了一塊 那個貓巫宿的效率裡的土地 這個圖就是在說明這件事情 那我會把它放在現在的地圖 這個是我們最早的現在地圖 就是1900405年的土地調查 下面後來畫出來的寶圖 把它套疊在寶圖上面 可以看得到剛剛前面那張古地圖 套疊在寶圖上面 還有把孔南縣土的資料 一併放進來這樣呈現 所以用這樣的圖 你可以比較清楚的說明 那時候有關界外的貓巫宿寺 他的怎麼樣子處理 番跟漢之間 然後番色的內部自己 按理本色跟哈里史色之間的 那個增值 土地的增值 我們就可以說透過現在的地圖 得到一個比較清楚的概念 這是很重要的 好 第二種方式是借響思肯 好 那我們的官通是取代張達阿金以後 何以說是清出於來 他在後隔壯就是現在的西湖的 西湖鄉的珊瑚那邊 發生的 優無奈生關 就是大烏群 泰雅族大烏群出來出場 割去的五十八顆頭顱 幾乎沒壯 這個事件 他就是等於 八官方處理這個事情 他是很有能力的人 但是他比張達阿金還更有能力是怎麼樣 他甚至被出動的力 來攻擊搶悍的泰雅族大烏群 他從後面下去 因為你從那個老基隆西的尾府上去 是很困難的 官軍沒辦法搭上去 只有按理社有辦法到國 他的後面從南邊上方下去 所以這樣才封禁那個大烏群的那個老基隆西的地方 好 OK 所以 所以 他的Case證明說 守官方在處理界外事故的時候 果然不是官方守官 功能上已經有辦法取代人來不可 替代了他同事 比如說張達傑 毫不順色 但是在界外絲本 透過界外絲本 取得自身利益的手法上面 官方是 也毫不遜色 毫不遜色 所以 他就是透過 這一次的事件 就一 又招服了很多的神官社來 納想 規劃納想 招了十三個社的神官 其實是原先已經納想規劃了十個社 就是重新規劃跟重新納想 那 官方載會怎麼做 他為什麼要幫忙人家納兩次想 而且這次的想還比人家 比上次更多 好幾倍 多 為什麼 就是 因為納想要藉口提升官納想 所以 要納想所以我要幫聖官照看店來 開墾土地收租 才能納想 是這樣 所以他就是 用這個做理由照看店開墾土牛界外 的那一塊叫做土牛 叫做土地 就現在的 石岡鄉的土牛 還有一直到南美那邊的那一塊地方 就是這一塊他畫在這個地方 因為又被告思可能 所以他就介紹 他就說我是幫納想 幫申幫納想 推畫十三次的時候 申幫納想 這一塊 土牛是這裡嘛 十九座 外面 這一塊 接下來有借降師墾 另外一個進入界外的附近 就是直接透過軍工架 軍工架是專屬於台灣大管轄 修造鑽船 修造鑽船 張木 張木哪裡有 張木都在界外 所以他也要進入界外 所以軍工架 判人的情況下就進入界外 這裡有幾張圖 分別也是 等一下我會說明 進入界外 地界內山 進入生番地界都是假 然後跟生番之間彼此埋食歷食 跟太亞圖之間的和堂的儀式是埋食 埋食 埋食以後 他們竟然建了保育公司 建了保育公司 不肯走 所以我本來說材料碗 這一年底的這種 不是 還建了更大的保育公司 然後後來因為政策的改變 又要叫那個界外的這些 私肯的漢 跟那個 案底社 跟首犯社認辯 所以他們就只好跟案底社認辯 案底社因為 他們也在戒愛私肯 戒想私肯 對不對 所以跟這些借降私肯的人 是有衝突啊 軍公將跟首犯在借外私肯的人上 是利益衝突的 所以他們有政治 所以這個是那個 他們在相告 不相控告的時候 潘敦展 總統是潘敦展 畫給那個 彰化之縣 陳旅泰的一張地圖 他告訴你說 生番在哪裡啊 他們去就是要到這裡 這是生番的地界 去採料 不可以 而且他們的目的是要去思考 對 然後再來 接下來 前隆三十四年的時候 他已經在跟你畫說 他們的探料到哪裡 降料又到哪裡 這裡是東四角的 地名也出現了 你看得到新的軍公園 就在東四角 這是圖 這是大腳 這是另外一張圖 拳龍三十四年 又更進來 他畫了很多更多的地理跟相關的位置 那這是那個 台灣道的拆官 台灣道的道拆 陳元熙 這位幫我到這裡進次來畫 因為這個 告到台灣道哪裡去 台灣道的管軍公交 他來了這裡逛 那你可以看到 他又來畫了一次 堅龍三十八年的時候 這裡已經有一個 這麼大的降寮了 一百幾千 一百六十二 一百六十二間的房屋 還有牛蘭 還有牛蘭 好幾個 而且他是足有法律公司而強的 看得到嗎 是這個法律公司 他自己寫 入口在這裡 入口在西邊 這是現在的東四界 大家不知道 好沒關係 這是東四界的魯班塔 魯班塔 魯班塔就是 巧聖先師廟 現在都是 本街上的 巧聖先師廟 這就是 醬寮 但是這時候 官方要有他們 跟 安理先生的墊 所以軍公將之後 墊 把外面他們四分的天園 分成 幾分 四十 四分 四十四分 好 好 照乾隆四十五年的時候 千種 沈國威今天追捕 逃亡到 菇寨里 內府 就是今天的新社台地 剛剛我們講的是東四 現在講新社 按理地域的界外 那他發現說 哇 很多人在那裡 那 那 沈國威又跟 彰化之線站東西 兩個人 就只好再來 看察 然後就報告說 已經有這些地名 這些地名就是跟現在的聚落的地 那 該地已經居住有千余名和張全其人居多 克林藏十之一二 李肯有田園兩百余家 這是那 在新社台地上的規模 這個是我把剛剛你們看到的那幾張圖 換約整 現代的地圖 那把地名標上去 所以我用紅線來代表漳州人 藍線來代表泉州人 綠線代表客家人 來看他們進入的地域跟次序方式 好我們先看得到芥祥思肯 開個主流角 看到綠線了 主流界外在綠線 看到嗎 好 那接下來是有那個軍工匠 芥祥思肯 還有那個 從 霍里台地來的 泉州人的軍工匠 泉州人 泉州人居住靠海 他們是航海跟造船 都是他們載航的 對軍工匠我們走了幾千多史泉州人 但他當地也會 招募那個客家人 一起跟他們去 去砍拔跟開墾 所以這個 然後紅線 南部是從大坑西那邊 從大里那邊上來的 大里一的人 就是紅線 他們是芥艾思肯的 他們是那些 手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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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招募他們 他們就一直開著上去 從這個大里區 一直開 沿著大坑西 現在上到了新色台地 現在台中人晚上去吃飯的時候 還會開車到新色台地去吃飯 沿著大坑西開車上去 沿著他們的後話也 豪華餐餘很多 那接下來你就看到客家人加進來 除了最先的介紹資格 後來介紹資格跟 介紹資格跟客家人加進去 所以現在在那邊的客家人 敗的是小聖堅持 然後全座人那一次進去 也會到台地上 全座人有一些醬在水底涼 現在的水底涼 那邊也有醬涼 那邊上 在乾隆四十九層的時候 看到剛剛那種 艙曲的界外四股現象 沒辦法啦 國家全地缺席已久啦 現在只好再度想辦法延伸 因為已經發生的 年邊已經發生的重大 分裂卸動的事件 以及增肯事件 已經很嚴重的 一種流血無妝衝突 已經發生了 所以國家只好重新來 來那個勘禁 所以在乾隆四十九年的時候 就來看了一室界化籃紫線圖 剛剛看到的那些紫線圖 所以我們用這個地區 還是一樣按理社 按理地域 作為例子 這是前到二十五年的 南線圖門界 然後陽明化來化了 紫線戰定界 這是紫線區 扣張出去的 其他的地方還是近橫 界外喔 但是我們看到 奇怪 怎麼會有一個師爺 他也申請到業務 然後他的名字叫做何福欣 何福欣這位申請到 東四角跟水底寮 肯區的業務 肯葬 所以他是有業務的資格 他在那裡開墾 這是界外 大家看到 這是界外 而且是在還沒定的界 紫線戰定界之外的界外 這可是很深入的界外 這是現在的東四跟新色 這兩個肯狀 是 李番童之衙門的師爺 和福欣 當時李番童之衙門 李番童之 唐毅 是廣東省番禮的 番禮是客家 他的師爺 和福欣也是客家 所以他招募了一些 跟當地的客家的軍工匠 可能達成了協議 所以就變成很故 所以原本向首帆認店的 這些客家的軍工匠 現在變成向和福欣 客家史爺 以外不治療的協議 認店 那當然水底寮這邊還有 東四角那邊 其實還有不少的 古式客家人的掌權人 特別是新色台幣的 張州人 會怎麼想呢 那 因為有這種私肯 還拿到肯罩的事情 那我們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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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 這位 總督 竟然在奏文裡面提到說 為什麼十九年 已經有化了 南縣育定界 竟然 到現在還沒辦法定案 所以因為我們在 體順羽情 樹海外 羽莽 勇之樂立 所以他說為了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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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切名聲 體順羽情 所以我們一直沒辦法定案 你就看不到 何福欣是也拿到 南縣 這是 體順羽情 那你這樣搞的話 這個劍你要什麼時候才能定 你難道再畫到 何福欣的 肯居的外圍嗎 但是不管怎样,那时候就这个戒还没定 那千龙第1年11月27号就离 林爽就起命 造反 那千龙第1检讨这次去到台湾最大的动物人林爽事件他怎么说 近年杨景树一定界限之后,两天没上登登,转移是为什么 内地无业游民窃度Token,地方官尾之界外不复稽查 所以以致席于窃斗,碎开闭之界 所以千龙第1很清楚的就把林爽的时间的起义归于界外思肯 这些界外思肯的势力,我们说岩山界外思肯的势力 就是武林爽,即使我们事件的起因 那用我的话来讲,所谓的弄兵记之劍 就是有一群在界外,在边界内外穿梭出入隐身的汉 在化界签名,封界境外时期 不得不服装自己及形成会导形式的尊,军事组织 以保护自己在界外进行思肯及三流利益之决取 或也不免使用食物力来解决彼此间的争端 各位才是卸动,这当然是面对我们的大问题 在国家或以开垢规模的限制治安问题开放界外主肯时 卓宇体制内游戏的这一批人不像我们的师爷和服刑 他们无法与那些官方关系良好且兼具才事的传统精英们竞争 取得合法业务身份,保障自己在界外非法施肯实 好不容易取得的既有利益 好,这群人的利益既然来自国家权力的缺席 业皇不惯国家设立的核心规则 对国家权力延伸进入界外自然十分忌惠 当意图进入界外进行实施自己的国家 视此民间力量为统治威胁 不愿将之收编纳入体制 而且试图解散其组织 捕杀其带头成员时 使杰的武力对抗就难以避免了 这个是那个一段时间以后 画的那个规徒为戒的预先戒 我们看得到这是和服新的肯状 那我们看到到最后规徒为戒 把这个和服新的肯状大部分里面 而画进屯的地 满山屯的地 所以这个规徒为戒 是构成的 翻屯字 三层字转化而来的翻屯字 这个翻屯字是什么呢 虚格族群的关键方面 实验忠告失败 界外识根很严重 但是分化族群 而字的方面却显示 首翻在旁字和人越界识根上 虽然不见得发挥功效 但在镇压和人判断上 却证实得力可靠 暗设恶阻大家西 所以临霜文军没办法可以上 淡水丁没有能见 你注意到这个官社所 他的战力非常强大 他有一千两百参军作战 临霜文事件的时候 所以他 他这个首外方面虽然好像不太可靠 但是他在判断的时候 他是很坚定的站在这一方 而且充分显示出他的战定 所以得力可靠 就高山原理 积极地利用首翻武帝的部分 高山原理要设立图十字 这一步经过临霜文事件的忠诚讨厌后 在翻顾之下 于新纳路的立线接纳 散养图幻的立线图幻保留性 可图幻养山武帝 就继续下去 扩大以及关于此化 这个就是变成翻文字的主要内容 所以四天谷的三个人文帝区的那个故事 其实可以讲这么久这么长 多失落的环节其实是蛮有趣的 现在就让我们来讲 就是张权克社群的共分部团 日记时代做了两次的重量的调查 一次在1901 就严格调查被治理过 他做了一个那种人群分类的调查 那我把它画成这个分别章权克一样 就是蓝色的就是那个全州人 红色的就是张州人 那客家人就是绿色的 我把它分成三个社群 然后把它标示在这上面 这是用绝对露宿跟相对露宿 超过感觉是叫绝对露宿 比较多的叫做相对露宿 那就比较相对露宿就比较淡的颜色 绝对露宿就很深深 这个是用口语 定功相对露宿 客戴 火轮位 火轮位是中秋还是串秋 这样来问 这样来问 用你讲的话来问 先讲下来 那1926年以后做了一次相关美调查 这次问的就是说 你祖先在这里 你的祖籍是哪里 那就答案可能会不太一样 对不对 答案可能会不太一样 那 让我们这么讲 就是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 南文 就是那时候的宁楼殿 宁楼殿问他说 你讲什么话 他讲赵州话 你从哪里来 我从 临终 无间临终 临终五年来是讲一个这样话 但是他现在讲赵州话 所以他在这个 严格调查 1901年的调查 他就会变成 赵州人 现在大家知道 这个图就是用你讲的话来挂 用你讲的话来挂 下面这张图就是 用你从哪里来你的祖籍 所以 刚刚那个南文在这里 就会是绿色的 好 这样大概 还有其他的例子就是说 潮州人 潮州人有一些 是讲客家话的 有一些人是讲闽南话的 好 那都是潮州 可是他会 好 好 他因为他所讲的话 他会变成 会归成不一样的人 好 会归成不一样的人 比如说你 你说我来自 潮州人 那可能在 消防局调查里面是跑动人 那你讲闽南话的潮州人 是不是 在 在这个 这个严格调查里面 就会被分析 闽南论 上 上 中的墙 好 那现在有问题的 就是说 人群分类的基本原則是什么 当然有人会问我讲说 后来因为比如说 相称丁州这些 用省 科举的民主人是用省籍来分的 所以客家人是归到广东 广东省的 在台湾的广东省的人 是归到广东的民主人 所以 比如说像丁州人 那归到 客家人被归到那个 不见省那一边去 那怎么办 后来他们会比较不正当广东 意思当然是这样 如果是客家人的影响的话 那在福建的 客家人是厚史他们应该认同 不见 对 但是 你只要想一想说 任何一些都发生了 丁州人的 有客家公民的秀才与人 你会参加哪一边 你还是会参加讲国家话的哪一边 对不对事实就是这样子 所以 我们讲说 可与之生 可与之死 而不畏人 这是圣子命法上的事 这种东西是什么 所以清兰队用他来做 所谓的人群分类的基本 败族 他的股票败族 那我们在这里问问说 那这个是什么 人群分类的基本败族 可与之生 可与之死 而不畏人 我们台语说在圣子活动的时候 怕戏不造 生死 不要打开心 怕戏不造 那个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不可以用成 我是为什么拿一个全体 那样子 可与之生 可与之死的 全体是 那是你讲的话 简单来讲就是你讲的话 所以不是神奇啊 不是你是武建神 或者广东 是不是你是武将 武将 是讲张作法 武全周法 还是客武家法 那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六对中意文献 你懂了六对中意文献 就会跟你讲说 台湾居民有土处 特米之别旦去及 云相辅 原始云 广之 饒平海风 海洋 接洋 朝洋 知名 云 云相辅 说什么话 俩文化 来台 一等土著 他们称呼 原来说在台湾 叫做土著 很难得 好 这里还有一些阶层的区分 土著 作响 太平之福 克名 恒土 公主自然 所以土著这些都是有土地的人啊 我们客家人是 实际上开盆 那主的人 殿 殿 殿 我们客家人 殿 土著是 地主 作响 作响 爱 品之福 然后 因为这是在 区域事件的时候写的 所以说呢 判贼畅乱 随身 附和 稀释 土著 之下 好 好 台湾社会有两次重大的社群分歧 一次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康熙六首领克分裂 朱立贵事件 另外就是前往47年 障权分裂 领克分裂在朱立贵事件上 这里面我现在交代两件事情 是移民的分裂 移民分成四类 土著 积极 脱落 通度 土著就是当初在台湾的人 最初在台湾的人 清朝出的最刚刚最当初的时候还准取妇女过来 因为人口淘散光了 所以他需要人口来纳税 才能养军队养政府 所以那时候有一小段时间让妇女进来 而接下来就不准妇女进来 接下来就产生了积极 积极就是住几贵地有产业无期券 期券留在大陆 他在台湾有长期居留职格 可以购买产业 但是不准攜带妇女过来 妇女之女过来 这种用现在的话来讲 用到美国学的就是有PR的 有永久居留钱的 那接下来是脱落 就是没有入籍编甲持照料无产业无期券 未具长期居留之何者 他申请到的 的LISA 申请到的那个杜台证 杜台证然后来到台湾 可是他不愿意被编入户口 这是陶家陶 陶礼的外劳 不愿意被编入户口 因为被编入包家网 你就是要扶劳役 反正要增掉你扶劳役 所以你就不愿意被编入户口 外劳不愿意扶劳役 所以就是 畏惧长期居留职格 你有签证进来的 让你进来的可是你不入户口 所以没有具有PR 没有长期居留职格 但是他也没办法把你找出来赶回去 那找出来赶回去是可以的 但是因为这种台湾 大多数人都是这种的 另外还有一种是脱渡 没有照片 你一点签证都没有 你是做什么 你是做脱渡过来的 所以常常什么船程的 船把你放到那个沙舟上面 在那个死在那里的一些 一些惨剧 就像你现在看到的那迷船的案子 在当时也常常发生 就是痛度 没有渡台签证 当然动物有户口了 就是这种 那特加要之数哪两种 后面哪两种 土著是哪两种 那另外一个分类的判准是什么 你这个分工 就是你的作物 旧肯居章权吉的主助于既己 这种的作物主要是干涉你 而新肯居新来未居居留职格的脱落 你脱落者多数客系的单身移工 自称客迷客迷客迷 大多从事劳力密集的水稻种植 把干涉一年半才收成 大部分的时间也不用灌水 不用灌溉 这比较勤客迷 比较轻松的工作 那很多的水平一年两周 真的是比较辛苦 小丽密集的都留给外郎做 就是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我们的宿主地区 这个就是两个 控散线 高频地区 下淡水 我们看得到这四天五给我们用宝图 他画了一个什么 永泉带 冲击山地带 然后冲击平原带等等 他用画了一些地理区 人 自然地理区 简单来讲就是适合土地 适合水稻种植跟适合干涉种植的 汉田 圆 横 比较适合种干涉 那 藏水田 比较适合种米 所以你就看得到是这个样子 绿色的就是客家驱 在永泉带 就是适合水田种植的区域 那 紫色的区域就是 闽南人的区域 就是 漳州人 红色 再加全州人 蓝色 红加蓝 等于 紫 红色加蓝色 等于紫色 我就画一张这个图 让我们看哪个社区的分布 这是闽克的分布 然后 我们要讲的是这个 朱玉坏事件 朱玉坏事件就打起来以后 就是客家人决定 客家人在水田区的客家人大部分是居住的方式去住 他们以那个庄 村座的方式去居住 所以他们决定 水田区的客家庄决定要站在秦政这一边 所以他们就占领了高平西的东安 下单随西的东安 他占领的这个是什么区 居住 设立七颖 七个颖 你把七个颖标出来就是闽南区的 大的巨落 七个巨落 这个七颖不是什么像六堆的那一种军事 客家人的军事 而不是他是占领区的主地 七颖区 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就发现说 因为这个是天上掉下来的 对清廷而言 因为清廷根本不知道客家的决定 跟政府站在一起 所以快不晓得都说 那个屏东的客家区从来没有一线 一直到后面打上来的 他们灯录打上来的时候才知道 但是之后政府当然是很聪明的知道 要把这个闽科分类纳入他的治理 对台治理的部署里面 所以在前隆九年高山 在做成那个三层次的空间部署 他提出了两种构想 两种构想 而且一件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就是以手腕做夹心层 手腕居间的 身翻手腕判民的 这一种族群空间区别 另外一个就是以客家人当中心夹心层的规划 敏克的社群空间的区别 前后四年高山 最后奏准的是 作为常态抵制 作为常态抵制 身翻手腕判民的三层次 族群分类 另外一个就是备而不用了 这所谓的领克的设计分类 备而不用 备而不用 这其实是一个阳手 不用是说动乱的时候还是要拿出来用 这其实是一种阳手策略 看得到台面上和台面下 一鸣一拳一拳 一个筋就是长筋 拳就是拳变 一拳一拳 另外一个分类 就是张权分类 这是在前隆四十七 张权分类界的 我们看到延山戒怀使人势力的崛起 还有就是看到延山远海的张权分类 然后看到北路克中 所以我们延山的一类 前隆四十五年的时候我们看到 大理一拳四千 因为庄民在界外遭到深百杀害 算重 人抢 负责审爱阿丽四社 阿丽四社的责任区 然后一直告到台湾到国区 结果怎么处理 李欢同志时松手跟张浩之线张东欣 这也是刚刚那位到行车台里去勘察的那位之线 各自出银250银元 安抚阿丽四社 了死 他不敢处理 简单来讲 这是安抚半生 前隆四十七年 这是发生的张权分类行动 这里面之后我们提到大理一张匪 零四千等 首先听邀共庄 尤为启示首恶 零四千看了什么事 他率领大理一临近 颜面张庄 大部分外心内心 很大一等庄 出战 印邀出战 本来是三块座 彰化现成的外面三块座 三块座那个地方因为发生结婚结果斗起来 结果大理一出战 大理一率众出战以后就 就变大事情了 攻破地板一十个庄 我记得一下 攻破地板一十个庄 这种是庄对庄的年庄对战 这个不是咒文里面提到 他说习述以为是什么小刀会的 什么叫一八千 所以小刀会是那些罗汉角 都市里面城镇游民 城镇游民罗汉角 弄的那种 那种游民的 都市里面的小流氓 以为是那种不是 是庄对庄 你知道他的战力有多 他临四千公布一百一十个庄 好那 前往四十七年 张员卸多了新增的 张琼克分裂的新版图 看到是这个样子 这个是把那个 蟹豆的地点啊什么 蟹豆的 你可以看得到 沿山就是红色的 沿海就是蓝色的 你知道张州人 全州人 然后客家人在哪里预设的 好那 前往四十七年那个 那个 这个 特使 王氏检 福建福水师体 王氏检 奔洋平方 王大夫 王帝派来特使 来这里处理事情的时候 是怎么样呢 去大理医要抓这个手 手范 零四一 重兵押装 然后装人 重力会师 浮现一两人 这有两四 这个是平台记事的梦 的记者 其实大理医浮现的不是一两人 纵文里面统计 零四千战内的九十五人 可以献出来 除绝 并没有跟冠军合谈 除绝 那你知道这个 这次卸透总共除绝三百人师的人 彰化线跟猪肉线各半 所以零四千 他在彰化线 封状的话 那除绝一百五十人 他 九十五人占三分之分 你可以知道他是 就是为什么他会是煮饭 九十五人的处绝 那我们看回到了 千冬五十一年 十一月二十七年 林总的事件那时候 小谷林总的联合部队 附成正标中立三百人 正标中立就是正总兵的部队里面 最近累移中立三百人 来到张华 张华先生 协同北陆协就是北陆的驻军 在彰化线的驻军三百人 住在张华线的驻军三百人 孟宿迅就是当地孟宿迅的驻军 现在住在现在的大坡 大坡就现在开通市政府邻居 一百六十五 以及名状百人 合计大概九百人 就是 大概八成以上是正规军 准备进行的正规军 凌晨 二十七日凌晨 在大坡明海被狐屈 全军覆没 只有一个人流水 入国大陆西 到张华县城通报 不得了的 隔一天 再隔一天 林军就往下张华县城 台湾政府就是 相当于我们就是台湾省战 就大小贯人 就通通杀掉 林送我们的四十岁设施 清廷锦球土城 以及 魏宁南北两端的 上淡水 跟现在的淡水亭 农甲迅 跟下淡水的山珠毛迅 两个迅 骨手 清廷斗运六万大群 包括处军以外 废死一年方可贡献大力 最后的卸命 林军能备了靠 岩山 势力的天 美上升 我们来谈谈 用基安局地区来谈谈 与什么世界的工法 跟人群分类的信号 人口地理区的区分 人口地理区区分为岩山业台 意思是张克 妳在为了圈 工房的时候 有刊署包围城市的现象 这三个城市得包围 day 位於台灣縣的 位於台灣縣的 位於彰化縣的鹿港 位於朱鑼縣的 佳麗市 社群人口遊行 我們看得到上淡水 就是淡水廳 你知道那時候的台灣是分成 台灣縣 彰化縣 朱鑼縣 淡水廳 還有鳳山縣 那上淡水 就是淡水廳 泉州人再加客家人 大於張州人 人口數 那下淡水區的 下淡水的那個鳳山縣的話是 閩南人跟柯拉人相當 但是如果你泉州人再加客家人的話 當然是大於張州人 那現在先談上淡水 淡水廳 就是那時候的社群人分部 張全客的分部 那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裡面有一個孤島 就是那個 百戒十三宗 現在的古城板橋 中文 這個 我們 因為它是孤島 所以它被 張客 那不是全客連軍包圍 所以這個地方的人 就被包圍在那個 甘林裡 鋼拉 就 後來就被 火攻 爆 火攻陷 吸水都染了 這個是那個地方的人建的廟 叫做 兔征板橋中國的 乾隆 你看到這個牌子嗎 乾隆肇事 百戒十三樁一種 大木工 這是大木工的敗殿 這個票真的不小 正殿奉寺的是一塊木碑 剛剛那個正殿奉寺的是一塊木碑 難民萬善同歸池 立於乾隆五十四年四月 簡單來講 就是淡水同志跟他們講說 這些獅首 亂葬的這些獅首 不是賊匪啦 是難民啦 你們可以把它埋葬 所以當地的葬藏之後 人建的這個廟宏來紀念 那那個公碑就刻 難民萬善同歸池 這就是一個萬善子 大眾爺廟 現在大家都知道了 大木工就是大眾爺廟 那你也可以看得到當 我們流傳 當地或者台灣流傳的一個紀念 全座人眾主 張座人眾御 全座人眾拜祖先 張座人眾拜 虎度 拜什麼 拜各位娘弟 拜好兄弟 為什麼張座人會 會中虎度呢 因為冤死的人很多嘛 對不對 不管開墾 你在冤區開墾 死在 高山族手上的 叛亂 參加叛亂 或者瀉鬥 死在 政府軍手上 所以為什麼 張座人廟 很多這種大跳 都是拜 好兄弟 原因在這裡 原因在這裡 我們剛剛 大概很清楚的講 但是一定就是因為這個 社群人口夫的比例 就造成這樣的結構 那現在來講那個三個城市 三層之尾 入港 諸樓 五層 三層之尾 你看諸樓會在哪裡 諸樓是會在 是個三層 會在哪裡 紅區 會在張區 所以他就是 孤島 因為 新政府可能放棄 放棄沿山地區嘛 對不對 所以他就一定要守 這個 諸樓 然後守諸樓的話 大軍就陷在那 被 威點 大園 等一下會比較想說 那全區呢 有哪些城市 鹿港 古城 就是港市 港市 為什麼港市一定要守呢 因為港市你才能接受大陸來的 良想跟兵 大陸的援軍跟良想 就是要有港才能上路啊 對不對 你這不能放棄他的浮城 跟 路港就是 一定要守 然後又因為他作落在 全區 是不是 然後作用在全州的區域 叛亂就是 你知道我們這些延山勢力 大部分是在紅區 就是 漲州的 我畫的這個區域的範圍是真的喔 這個白圈啊 是真的 政府軍那時候 能夠 能夠看守 是這樣 諸羅是失而復得啦 他鹿港也是喔 鹿港也是喔 但是他只能守住差不多鹿港 只能守住差不多二十里 我反而已經算很大了 再也沒辦法飛機 就講到我們 邦友什麼呢 邦友在那個 Facebook上 跟我們 胡吉堡的安全走 胡吉堡來到台灣 他率領部隊 走了三次 前兩次 通行無主 毫髮無傷 從諸羅走到鹿港 後來 長青 你就從長青被派來台灣 主持這個針繳的使用 他有四萬大軍 不騰鬥彈 再負責最少兩三萬 不騰鬥彈 所以整天被 賢奈皇帝罵 罵說 普吉堡能 何以 福康安 不能 所以 何以 長青不能 所以長青 就怕到 每次 拿到皺摺 就是 頂一刷 這是頂一刷 優拒 不能 優拒 無法 我忘了那個 那種子 反正他就 他就是 非常害怕 這樣子 每次接到作者就 優拒不能自己 都沒辦法做事 看到作者就 明明串 那普吉堡為什麼 可以在這裡自由走到 兩次 直到第三次 才可以 因為 土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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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陷入 野莊陸區 手上 再駱駱過去 你看看這個組就知道 因為他先走到了 綠區 這些綠霜是散布在 漲區 然後再走到全區 然後就沿著海岸邊的 全區 南區 一直走到 所以他就 已經死了 那普吉堡是 哪裡的官員 他是 丁州 走兵 丁州是哪個區 是客家區 所以普吉堡一個 滿洲的教練 滿洲人 他為什麼會 安全無阻地走過 表示說他非常了解 台灣的社群 張全克分布的 人口分布的 狀態 而且知道利用 他會順著 人群分類版的文理 順著這個文理 很悠有自在的 安全的 走到的 或者再回到 諸羅 都很安全 所以說來說去 一個好的 各家事業 可能強過幾千個大併 這是 古吉堡 另外我們談到 諸羅這個三層 座羅 身陷在 張區的 這個 諸羅三層 他 他被 維廉大用 那維軍 援軍經過的是 黃泉道 黃泉 黃泉道 諸羅城 來了三次 第一次沒事 來了四次 第一次沒事 因為那一次是從 奔港那邊過來 北港那邊過來 那時候北港 流線 然後 那個 財大祭 財大祭 收入 收入諸羅以後 就決定放棄 那個 那個 北港 因為他守不起兩個 兩個 沿水港跟 北港他要選擇一個 後來他就選擇 北港 為什麼 因為非從海路 直接過來 而且接近全區 比較在全區裡面 在全區裡面 北港太高近張區了 北港本身就分成 兩個 那時候叫笨港 北港是泉州人 南港是 漲州人 所以笨港 笨港很熟 因為南港的力量越來越大 漲州人越來越大 已經壓迫 壓迫 這個 清軍第一次過去沒事情 從北港 從笨港 這要叫北港 北港 就是北港 笨港 二、三、四、四 大概總共派了大概六千五軍 都是精銳的 海潛的精銳過去 每一次就大概差不多兩千 就是 到了只有三千 其他的三千就死掉 或者失蹤 這是很恐怖 那到的人也都是 沒有 沒有彈藥 沒有嗆瀉 沒有良想 就是去吃飯的 所以說只是增加幾個吃飯的人 沒有帶武器來也沒有良想 到了侏羅縣 整個三千 這是一條危險的方法 他怎麼來 他從倒楓內海 現在發展期的出口 那時候還是寒 所以是倒楓內海 然後到 鹽水港 全區的 鹽水港 就是 那時候是港 現在不是港 大家知道 一海安人員 那時候是港 所以他是 從浮沉 從坐船 到鹽水港 然後走到 露宅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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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堅強的 全區的據點 露宅草 在這裡 然後他就開始進入 危險舟 進入危險航道 死亡舟 相對於他接著 危險航道 所以就是這樣被危險航道 所以就是這樣被危險航道 雞道良 劍扣兵 送給道良 劍 把這個 兵 兵器 劍給 扣 那現在講 附近 南部 講南部 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 六堆的區域很簡單 五化斜線的區域 就是御區 簡單來講 這裡下淡水有三豬毛的利品 就是六堆 那六堆 就是 赫區 那 來講 虎城除夕葉子章 因此我們攻下侏羅以後來進攻 虎城 那他約 壯大點 就是 在風山縣起義的那個 壯大圖去一起匯公 所以要去匯公 在除夕葉的時候 去攻擊 府城 然後 那時候的府城沒有城牆 沒有塗座的城牆 專做的城牆 所以不要撐牆 只有木杖 而且是破壞了木杖 一直敢 敢劍 敢劍 插起來以後 你為什麼我們跟中大的聯軍 就把木材堆在那個 堆在木材下面 在除夕葉放火燒 放火燒 放火燒 然後我們的楊丁禮先生 台灣師傅 就說 天降大 所以 所以 府城 沒有 當天除夕葉 天降大 所以幸好 府城 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 那天晚上是不是有 有下雨 但是我知道的事情是說 鳳山縣 就是現在屏東的六隊客家軍 那時候在攻擊 莊大田的 根據地 獨家 這是在六隊旁邊 獨家 所以莊大田只好 回舊 只好回舊 所以到底是客家人幫了 扶城 還是 老天幫了扶城 大家自己下半段 所以 莊大田軍提示抽退 所以 林爺的軍就攻了下屋子 他就回去了 回去了以後三頁 他又約好莊大田來攻 攻府城 因為莊大田這時候已經處理好客家人 你知道 珠玉貴事件的時候 高平溪的東岸是被客家人佔領 而莊大田的家就是在 高平溪的東岸 的全區 全區的上邊 是張秋雲 他在上面 那 那 他回去 處理好了客家人 表示說他已經守得住了 所以這一次 林爺我們的事件 不像朱玉貴事件 客家人沒有占領民區 這樣清楚 沒有欺贏了 沒有占領民區 沒有辦法占領民區 沒有占領民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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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莊大田大印 合宮 俯城 三月 三月兩軍合宮 這時候出了另外一件事情 張全昆典 全能武手 莊喜社 莊喜社 這個是我們鳳山的 劈斗人 鳳山的那個 全區的大將 莊喜社 主公大南門 戶神的大南門 林正 晚哥 也是 楊丁 派一個 台灣到楊門裡面的 牙役 是 莊喜社 親的 去說服他 所以莊喜社 鑄成 投降 然後整個大軍 就是因為突然 莊喜社 攻大南門 莊喜社 滑便 大愛 大回京 愛 公司就有禁止 公司就有禁止 所以就 護神又沒事 謝謝誰 這次沒有老佩克一切 那就很清楚的知道 謝謝 全走 張全昆典 全走 大將 莊喜社 道 各國 因為到時間到後面的時候 胡康安軍 等武前 所以老房居號稱 總共有十萬大軍 要等武排 其實沒有 胡康安軍 在涉及 總共有五萬大軍 總共有五萬大軍 跟武藥 畢竟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武功 乾隆的十大武功 但是乾隆皇帝的造勢 號稱 用網子寫了什麼 十萬大軍要來了 所以 高平西東岸的選手人有害怕 江南來 汪南來 汪南來的那些都乾隆 其實是 汪南 監 六爪 就是高平西東岸的選手人 決定要 投告政府 所以他們行軍三五 就 穿過張區 穿過高雄市的張區 到武城 然後 到達武城當天就接到一個通報說 我們招了我們的裝備燒了的菲薩爾 就是聽說傳聞是一個 乞丐來報道 後來 後來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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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他們傳說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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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爪文軍的 內印 監事 反正就是有人來報道說 招了你們的裝備燒了 所以是 一夜 這個泉 泉州軍 一夜就 從浮塵 跑步 趕回到 高雄市在渡漢的時候 渡漢要回萬丹的家 的時候 就是 都被鼓勢 在整來 專運在 自己來 被鼓勢 全軍戶 十 十取其九 長得十高 所以那邊建立 萬丹建 泉州武衛 叫金 掛皇帝的 變了金 不是暴政 不是暴政 客家 客家的議員要叫暴政 當地的練習說 三日公告日 一日花到處 當地的練習 現在每年都還是有一度的議員講 好 對 假 鹿港 鹿港 我們看著他的他的防疫環環環 他根本就是 大陸的原局一直來 他都打不出這個防疫環環環環 他差不多是鹿港二十里 全區 打不出去 打不出去 有辦法 高雄東公司是 暖水進來的 屯住在大甲 的議員 以客家人為主的議員 陪伍 少數的官兵 絕大部分的 大甲軍 是議員 然後匯同 大甲西南岸的 安理社 這些手法 當時的中部的手法 大家都往安理社去 在歐美 好 只有大甲軍 敢發動攻勢 你知道府城也是 屋守 入港也是 屋守 不能發動攻勢 也不敢發動攻勢 可是大甲軍竟然決定要指導賊哭 這是這樣 因為當時 侏儒非常危急 你知道大役 這樣的話就讓他 回復 回救 減輕 侏儒的部隊 主委長幾乎快要陷落 明明 都已經快到了 前往皇帝還答應 讓他們試試看 讓他們試試看 大甲軍就下來 走沙路這邊還來 地帶全區的 沒事 對不對 全區 全州的區 沒事一直下到 一直下到 大多西的北岸 下到現在很大多 沒事 沒事 走動物的 特別是走靠山的 從 公園到潭子一直下來 一直到被困 已經在進入南昌清東的界 就是出了漢堆地域 在山子 漲堂的地方 是漢堂的 山上的地方 就被復興 被復興 選軍覆沒 說是死了數百個藝民 然後同行的一百多個關於一個 沒有一個回來 全部死掉 最大的損失是 是瘦堂村 這一路是由瘦堂村 所以瘦堂村是一個傳奇的路 本來是竹縣 竹縣縣城的私隱 在竹縣縣陷落以後 他淪陷在裡面 然後他竟然有辦法去聯絡外面的客家藝民 然後收復 收復竹縣城 然後還收復 北部 整個淡水廳 所以他是實質上淡水廳的軍陣受障 他是實質的軍陣受障 所以有官 會有派的官 因為那時候的官都死掉 淡水廳的官都死掉 淡水廳的官都死掉 大的官都死掉 但是其他的官後來都會進他的官 所以瘦堂村是這樣一個 實質的地下領袖 因為他手下就是無敵 各自各家 他死了 他被 一種紅軍 抓到 紅軍的屬於盪分分分分 出去 那他水行的藝民到底是哪裏的藝民 不知道 1500億是藝民 但是我們知道一些事情 後來 受隆追的神位拜在哪裏 出現 藝民廟 那你知道現在的藝民廟 為什麼射在那裏 因為牛車載運的藝民的失守 從那入圍 從南邊上來的時候 牛車到那裏不動 那個量應該是蠻大的 載運的失守 所以 他走到藝民廟 就覺得不動 所以就很簡單 你現在大概 跟我一樣 會猜想說 去進攻大比 在30張 中府的藝民 這一支 對 是誰 大概是 客家的藝術 為主 好那 我好像講了快兩鐘 所以我們 看到這一張 那個 賊走入土 他其實是這樣子的 他其實是這樣子的 林廠我們在福康義軍登陸以後 在陸港登陸以後 就先攻下了豬羅 然後再攻下了大理年 再攻下大理年 林廠我們就跑這三路 先跑到吉吉 然後再跑到福里 再跑到 新車台林南端的抽藤坑 然後再跑到 大安西湖 大安西的西湖 現在的三角人 東四林廠 他在抽藤坑那邊 渡過馬安條 就是安虎兒 嚇到大安西 現在大概是蠻強的位置 那是大安西最狹窄的位置 被派到主 南四群 沙磊先生方 上市了幾百年 然後 一部分人就 噴上 水很深 很冷 十一月 就利的十一月 一部分人沒辦法跟著國際 兩千多人就上進 那個新車台林 那剩下來了 大概有三千多 更有胖 到了大安西 都是你長相的大安西 然後被太陽主為事情 好 烏瓦 獅子 橫胖 墨汝 這些 太陽主為事情 有形 就是 然後他剩下一百多人 他跑到南港 然後 再到 去清 去向散 去到去清 然後就在南地變狀 這就是被他弄得出 這個是我們在講 還有 界外天體 就是在講這個 太陽主 如許他的事件 這個 這個就是 海蘭茶跟 康安 正台同帥海蘭茶 海蘭茶跟戰將 同帥是康安 這個是 這個是那時候 劉忠麗 就是東四角的翻夫 劉忠麗 他是動員那個 泰雅圖的神官來 來 守派跟攻擊 那個 你說 他就說 他當天晚上 戴同一名十八人 跟張四 就是張多吉 那同一名十八人 去見天地會 叫他同事 他就傳令身官 上方標誌 所以就是 他就傳令身官 跟一早凌晨 這大法律 那個 你 這種 大軍對峙的時候 你怎麼有可能 走進地域裡面 你是藝民 他是匪軍 你怎麼 可能走進地域裡面勸響 結果他說 不要打了大哥 真的是 不要再打 好不好投降 不然你底下 比較死亡 就被罵回啦 也許自己 願意說自己 帶下來一切 但是他底下的 不可能投降 是不是 所以他們只好出來 你想一想嘛 這是地域 你怎麼進去 半夜 你 你再過哨拼你就過不了了 我看你再接近一點 就會被開槍 但是問題是他進去裡面 見大哥 見你爽 還欠響 然後他不官而上 你爽還真的放他走 如果他知道隔一天 這個會有 太陽子 大軍來 突襲他的話 他會放他走嗎 好 這個東西很奇怪 那是五伯 是 就是 很難倉扣啦 很難倉扣啦 你看看這個字 大家同根深 本事同根深 他們都是在界外失本 在邊界內外走跳的人 他們其實就是同意 大家彼此認識 而且命運相同 彼此相惜 彼此相惜 就是這樣 所以他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這差不多七千多的人 就死在那邊 包括東勢 東勢 還有 包括大安西河谷 大甲西河谷 還有在新社台地屠殺的 鹽毒破死的 淹死的 大概有七千多 他就集中於東勢下 新山 八一號 最寬 那再加上一些 林林峰谷的 就是 有些百姓的被屠殺 無辜的 反正你到了 清軍 上了新社台地 只留下二十幾個都 他殺的是誰 我們不知道 林曉農軍當然是 不會活命 久為賊庫嘛 居民 大概也都活不了 這些人大家將牛說 再一再 就放到西北 可以在一起 因為你 失守不收石的話會有問題 古代的人說失守不收的話 會怎樣 作稅嘛 挽魂啊 怕這個啦 所以就在那裡搞了 在381號地 就是在講381號地 381號地就是從這裡集中 幾個建築集中在這裡 那這個381號地就是有一個 叫做萬善詩啦 無辜堂 大宗地 這是他的那個寺廟台藏 支持在寺廟台藏的紀錄 他守在地就是 萬善詩守在地就是 新市區 東四角 中土名 下心 381號地 後來 街中改字以後 山東四莊 東四角 化調改字 東四莊 東四字 下心 381號地 就是這一塊 這是地極圖上 我們把它標出來 381號 1911年 1911年申請 萬善詩 建廟 當地的私生酬前建了萬善詩 1924年南邊這一塊 381號地 就改成建 用來建築 一些公家的建築 這些公家建築是什麼 在1930年代末的 那個 都市計畫圖 這四時代的都市計畫圖 中間表示出來 是什麼 是 表中碑 公會堂 跟社會館 來源的監堂 這個 放在這邊 用綠色來標 其他是紅色 這是表中碑 這是公會堂 這是我們的中山堂 東四郡的中山堂 這個是社會館 社會館是我們的社教館 社教館 他後面還有一個塔 我們跟他這個塔 現在還在 如果你們要找他去看 有人問我說 這是不是少帳 或者是黃帆的少帳 不是 他是這個圖書館 他是圖書室 辦活動的地 這是現在的衛星圖上 我把這個381號去飄出來 你看得到 北邊 本來是木的 現在都有建木 那這上面就是改的 都是建木的 還有藍燈的中心 尖塔還在 在這裡 這些骨頭因為要建這個 公家建築改成建 對不對 地骨改成建 所以就通通 骨頭就收一收 就牽到那個保安寺 都是本屆的保安寺 公司本建築保安寺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就崩塌 崩塌在藏骨塌裡面的一大骨頭就掉出來 算一算大概 這是保安寺 就是有兩萬多戶啦 這是頭蓬啦 這就是 要再跟你講 這是頭蓋 一包一包包 其實一包一包你不講誰是誰的 就是包一包一包 看到 然後就說安置在這個 後輝屋裡面 三個後輝屋 現在把它 收藏在這裡 東四公母 第一公母 叫做 叫做什麼 東四萬善寺大眾爺廟 他就是 這是他的貴臉 保衛家園名得照 遺千苦 護佛佑名 功業留人見 這是一名廟的別人 一名廟的對點 對啊 這一定是我們 我想乾隆皇帝看到的不曉得 作惡 反正他就變成一名廟一樣 但是他是 你所能聚的 不要緊張 好 那陳舟全 我今天真的是講太久 OK 全變部署 的造詞 這個事後發生了所謂 全變部署的這種處理 全變部署我們講是 非常態的一種字 部署 那這是因為 陳舟全 同安人 全舟人同安 陳舟全 發動的看變 結合了三級的人情事 其實主要是全舟人 然後供下人 沽航跟那個 跟那個 跟那個 彰化現成 然後這個 結果隔天率軍要去打離頭店 就是 奧術 奧術 巡檢施 牙門的所在 已經攻架彰化現成 軍工黨 經過田中央 這是一個 張舟人的大村 也是臨床事件的時候的 抗 抗軍的一個重要的據點 張舟一比兩千綠人在那裡等他 他一下子就被打敗了 只剩下一個人爬過 然後跑到小火星全床的時候 就被從田入床年齊過 那 乾隆你本來已經 進到的時候 說路長跟那個 張瓦先生先生 馬上就 發起兆 這個 快馬家邊的那種 跑到哪裡 四川 那個貴州那邊去 吊 他們回來 他在那邊 真好 苗 教堂帶領四川豚軍 回到台灣 而且這次是動員很多的部隊 就是跟上一次的規格差不多 因為他發生事情沒有在哪一次 所以他一下子就動員最高的位置 兩天以後 的結論是 一名拿過 金瓦雄雄 喜出萬萬 對不對 除了喜出萬萬以外 他發現了一個 很聰明的人啊 他馬上就 下一道子 告訴 那個 台灣的總兵 跟台灣 大眾 台灣 地方相分 張全 岳山莊 應該是說莊 張全 克山 山 山莊 山莊 列莊 組 分莊 區 一人類聚全分 欲有事端轉 彼此轉得互為千字 是 該處民情伯母 只可 兵棄自然 此意該正道 為他 莫存 出心 又不可使 張全 人之 轉起 橫筆 為監 你也知道前往皇帝 發現很魅力了吧 不用派服他 他就有魅力 而且他告訴 臺灣的政跟道 所以 緊記在心喔 但是不能讓台灣人知道 這是處理 然後接下來 我們就在 賈農 加慶十四年 十四年以後的 分類協動 張全 克分類協動 發現更多的事實 然後 所以 賈農法帝的處意 或進步在落詞 賈農十四年 來 方圍店 這種方圍店來談判 這個協動 分類協動的時候 發現了一個 張全舊恨 就是 嘉慶十十一年的時候 的張全舊恨 稱他叫 龍山石子變 他是這樣子的 由這個圖來說 是 這個 好像不用現在的地步 用古地圖就清楚 OK 就是蔡謙要來攻打 陸港 然後就是 漢州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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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州都被動了 根本沒辦法直接進入港 所以要繞到黃宮的那個上門那邊才能進去 黃宮 黃宮 黃雅堅 黃堅 那這些藝民 張宗藝民派到那邊 然後蔡先看到有人防守 就沒有上岸 然後他們就凱旋 就擠不追起 紅鍋追共後 揚軍起 就回到陸港 然後就渡過這條溝 然後進入西新街 西新街現在的名字也叫西新街 你如果有興趣的話 到陸港去看西新街 然後就經過黃山寺 發生這種事 隆山寺門口的全州人的教父 看到張宗藝的囂張揚警 經過隆山寺 就笑著 然後還不能脫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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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在送脫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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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脫 就在那邊被圍了一個晚上 隔天一早他們決定突入 就隔天一早殺出沖淚的人 殺出沖淚 沿途 噴到泉莊就殺 噴到泉莊就殺 一直遇到家裡 當然沿途人他們也一樣 他們的沖淚上次就殺 就是很多人始終 以前有始料 我們客家地圖也出了一半 東四 東四 東四分在臺灣搜尾裡面 東四出了三十一個人 有這麼一碼 我們剛剛那個收集合談的那個中 他們東四出了三十一個人 有十七個沒有回來 十七個沒有 他們真的是很大 張權褻鬥 就是牽扯到客家裡 然後很不信的說 反正這種褻鬥的時候很容易被牽扯進去 接下來 將近十四年張權褻鬥 因為小的事情 才扯出來之後 官媛隊來這裡調查才扯出來之後 原來是因為有十一年這個糾紛 所以十四年又鬥 那十四年又鬥不信的 客家人又被牽扯進來 客家人這次被牽扯進來是因為 他們單米 他們是客家區 在延山豐原那邊是種稻子的那個單任 紅宅社的客家人 兩個客家人單米 要去賣給薩路那邊 被圍的泉州人 因為沒得吃 所以他單米去賣 結果被牽扯殺了 就被牽扯殺了 就被牽扯殺了 牽扯有客家人就 就是很生氣嘛 很生氣 然後就鬧 就是引出生蕃 引出泰亞主的生蕃攻擊 你知道嗎 那個牽扯哪邊有葬莊 牽扯的封面哪邊有葬莊 然後葬莊 然後葬莊就攻擊客家人 那因為客家人 就是人心愁 葬莊的心愁 本來沒有愁 本來嘉慶十一年的時候 不是一起出軍 一起丟了命嗎 這一次變成葬莊 鬥起來了 鬥起來了 那當初在台中肯定 本來有四個大的客家庄 現在台中市區 本來有四個大的客家庄 內心大一一兩三四五六五五 有四大客庄 那因為他們在人數裡面 是陷在張居裡面 也屬於少數 所以這次很大 我們就被殺了好幾個 四五百多 依照這一張紅色的裝紙 這是一張紅色客家人寫的 紅色的裝紙 就是 他們死了四五百多 那最後是查驗說什麼 只有三十二居 當然要死 因為整個四大裝就千里了 你在現在再去看現在我們的圖 社群那個紅色的時候 那個地方已經沒有綠色了 沒有綠色 因為是一九零零年的調查 四大裝 千里了 千里了 那天我在台南也講的時候 有一個人說 他家以前還住在那裡 是客家人 你這麼晚 他很久 他很久 所以他很久 但是 這些人很多都先到 都死了 好 我要說的就是說 反正你在區域的人 都少數的這種 這種區域的 就很好 一旦切頭發生了之後 就是這樣 所以 這個叫做說 這個 這個狀子裡面寫說 愁戲 此陰爽文法 當初不該做 這樣後悔當初在陰爽事件的時候 接下來的舊寵 造成這一次 他們不相信說只是什麼 挑米的小胖被誤殺 他不相信 他這回事不認受 那時候的舊恩 這一次來借機殺了客家人 好 那簡單 然後後來也罵到那個 那個那時候的 承辦的那個中飄的 這次我對 楊天玲還有光 這兩位 農官 爛到花 風景 OK 這客家話 那 風圍町 加近15年來 來查辦公內協作 揭露 十一年 張吉利民到五 協助皇帝 還到蔡謙史 當地有意外 衝突爆張 全協作 造成數萬難 加近十一年那一次 喔 殺出蟲民造成數萬難 融善死之變 好 那他把當年奉死來台攪拌菜線的青菜大臣 吳周將軍 賽聰阿 慧琳嘉慶 十一年 張化 張英全卸鬥所造成的數院 當成四年 張全兩極再度卸鬥的起立 好 但是他接著處理 發生了張克卸鬥的時候 做法卻是 五十步校百步 並未認真查辦 而且奏任勿解加盛 仇恨蔓延 他這樣做是有理由的 接下來他就給皇帝上了一道 七七命等級的奏子提一提 好 涉死三級年為一氣 與海外要地轉揮手 由信黨類區分不下 各不相像 欲有秀明之事 其一己之人必為一名 與之數以 藉此互相前置 記得這是前皇皇帝前面那一個 奏文語 那個照玉子裡面的用語 請互相前置 兼又精求 簡單來講 方案對認為 互因禁止 敏捷互相守 但卻無需尋求 徹底化消極 彼此黨內區分的敵對態勢 萬一發生靈變或煩亂 即可借之分化 讓其互相前置 所以刻意操弄分裂敵對 都發生一動一萬事 臨時應變 隨即至於 並無常規可行 相對於三層式族群空間豐富這種常態體制 不妨稱之為全面部署 一金一拳相互搭配 使用的就是 一金一拳相互搭配 這句話 短文他的意思 幫我們點這句話 方案對接下來做的是 親禮屯物 就是整頓那些屯豬 屯相 體續文 講的就是 體續官丁已知掉前 親禮個人 官丁已被官及之用 因為張全謝鬥 或是這裡的駐君跟 雅門裡面的這些官吏啊 雅裔啊 蔡裔啊 蘇裔啊 都是張全人啊 所以不好用 你要用手法 跟以前的道理是一樣的 雅心神的手法 不只是空間喔 在這個 給你的意義 好 不只是讓他們在特地的一代 在動漫的時候 就是調用他們的人力來 來使用 因為張全職的人不可信用 好 好 那這個就是 就是我們講說 整頓屯小親禮 雅湯普林 一直在調遣屯官 對付漢官 那在這一次話 要再講一次 這就是先用進去的意思 好 好 現在我們已經可以 從這些 前面講的這些 這些GIS地圖跟故事 已經可以跟你做一個比較清楚的結論 人群分類跟國家權力的空間治理故事 我剛剛講的就是這個故事 親在台灣社會人群分類的基本 範疇是什麼 一個是族群 起先是分翻名 後來分成 身翻手翻 漢明 身手翻 社群起先分明月 後來分成 後來比較清楚的 飛驅分出來 張吉 全吉 克 張全克 那清代台灣國家權力的治理部署 就是以身方手翻 他們族群均格為中心的常塊體詞 搭配張全克 社群分類為中心的權變部署 又再講一次啦 方圍店所謂的兼用金權 那基民的同志很容易就解決到 兩台社會矛盾 加以文化理解的全面部署 終究是非不得已而用之的手段 並非補定可靠的自理之一次 還自己知道喔 千萬不能讓百姓知曉 只不過對於眾猛操弄分類仇恨所造成的惡性循環的運動性 視線卻不見得有足夠不解決 我們再講這個副作用 關國之福 分類瀉鬥越來越遠的家裡 幾千幾百個人 再來幾千個人 再來幾千個人 再來幾萬個人 用刀鋼六年 你這種的孫樂祠的話 強殺不上不下 萬餘的私相整戒大 到這樣的地步喔 然後分類瀉鬥還變成判斷 你原來靠這個分類要來一致判斷 現在分類瀉鬥演變成判斷了 有些人講這些分類來做判斷 更糟糕的是還有真分類的假意 這種狀況造成民間努力的失控跟地方好獎的絕景 現在已經不是在分類瀉鬥 是民間好獎彼此在爭動 讓我們講一個張比 看看是岸外岸 它就是磁攀法子 這是熱走路 陳子洛爾用 它告訴我們說下淡水的高培地區的補約分類是假意真分類 簡單的來講你看前面這一張圖 這是那一次的分類 張比判斷高培地區的分類界頭 都集中在這個區域 高培地區的優安 這個是被分殺的狀 就是全區 高培地區的全區 全部集中在這裡 那因為殺了太多人 苦神就湧進了好幾千塊 因為殺了太多人 就殺了太多狀 所以就是 變成要犯 那為什麼要犯 因為原先 張比判斷一起來的時候 用客家的劍軍 劍軍以後就是 六堆劍軍 六堆劍軍以後就是 拿控制任何以下的藝人 那這些藝人 就開始攻擊領狀 特別是高培地區都蠻圈狀 那 那 副總指揮 總指揮 總指揮是六中的總理 內服總理 禮獸 副總指揮是 我們鳳山縣劍軍的 真五中 還是六堆劍 這樣 真五中就害怕 他就把他的 中軍副指揮 把那個中軍定 裡面的副指揮 只挖掉 因為他 怕會死 但是禮獸 就我們有僥幸之心 總之類的交際之心 大家會說 張秉的 都可以因為攻下鳳山縣層 現在的鳳山 會攻在鳳山層 所以我們到時候 再來說 鳳山就 江峰層罪 死 但是 很糟糕的是 攻打鳳山縣層的張子 沒有打下鳳山縣層 然後就被消滅 這叫合唱 撞也撒 人也撒 東西也搶 地也在 那怎麼辦 就是 親災大神 吳松樓 可能你這首歌 陳主我 親自來合牌 就犯了個案子 所以就是 要去抓 要去抓這些 可能是假借分類來 來進行合唱 但是 你有辦法用軍隊去抓嗎 各家衝 你知道各家衝軍 你要抓誰啊 有辦法抓 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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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沒辦法警示 就是 我鳳山縣層裡最高 做到警官 封鋒屬室的 方向 剛好一邊第一 不理善 在海東書院 武城的海東書院正教 方向 敬籤 敬籤 他就無奈 知道 有的 不得去辦 辦的結果是怎樣 這個是 鳳小禅採訪神 這是 敬籤 那種 敬籤 公身 跟鄭蘭 鄭蘭 先後共前月匯 兩百余分別佔佩度亡一人其身 其實俗戰的是 一百一四人 流放極變 流放極變就是四人 總共一百九十五 他說兩百余 不然是勤戰 所以 你知道分到即便我們台語說 我都沒多 就是新疆的 配到即便給兵兵維俄 給手邊的軍隊做的能力 那意思是說大概為不來 而且是生物無事 這就是四人 可以配到新疆 為他的即便 即便群 那 你看 六對的總裏 以受當然是臨死 然後消死 那其他的 其他的六對總裏也全部配到即便 包括把自己的名字挖掉的真正中 所以 讀書人也配到即便 也並並非 你想想六對整個引導階層 全部 整順 包括卻正在裡面 而這個是 美容盡視 方向 難抓 當然他有做了很多的慈善 但是他實在是很耐 等不到他鄉民的六 但是沒有他 也沒辦法辦成這事 他到事後代替出事件的時候 說是定約件 台灣到定約件 帶了四百神兵就平亂 天曉得 事實上整個看 那時候代曉出事件已經比較靠近來 19世紀中 裡面很多人的故事 多有一些民間的 史跟我們的方式 都講得很清楚 那其實是抗壯在戰役壯 同期戰白期 清君是白期 清君是金 金在文行詞書裡面是白 那什麼克金 伯克金 火是什麼顏色 紅 所以防抗軍大部分是紅情 那清君是白期 不是投降 清君就是白期 那這個代曉出事件的生徒 真鬥 不是人類限鬥 這些有些故事我不詳細講 那我只是跟你講說 張區的人張人鬥 張人全區的人全人鬥全人 客區的人客人鬥客人 張區裡面 林家是最好的例子 阿兆屋的林家 烏風的林家 跟失敗臭的林家 彼此鬥 雙方都構成兩軍的主力 前後錯 肩膀無處 之鬥 之鬥 那我們的那個 戴曹尊還有小谷勳成鬥 跟張安七十二中 林客中 結成章前客的聯合 他也可以只能這樣聯合 所以這個真的是 不是 不是分類限鬥 是土豪的爭鬥 十九十七中葉 他的社會已經軍事化了 我們講因為打來打去 幾千分那些都打來打去 大家有劍職戰勝 都知道怎麼防守攻擊 也知道怎麼組城牆 還是組牆 組防疫攻勢 所以我講說十九十七中葉 說豪強的裝化跟結裝 雕霸環 我們現在看當時的那些建築 都有槍盒 有雕籠 不是在防範 是 他們彼此 這是鬥用的 一個裝 幾乎就是一個雕霸 都用組繪圍起來 有槍籠 是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建築的形式 所以台灣這種兵爭冤 圍徒在小土形之戰 一個勾打 一個承諾的小土形之戰 他自己講的這句話 攻裝之難 難以勾成 熬起雙的主委 槍樓 雕堡 這樣的人 還有豪宮 灌水的豪宮 還有難打 那這種 暗門的豪強 他如果也是同時是 捨犯的債族的話 你想 你現在看現在的討債的行為 你就知道 那你看到這一種 好想也是你的債族 因為神漢 神漢的土地很多都 到年代 開點 所以就有很多 那種債國點戰的問題 你問到這種債族 會把你調節來打 確實時間 打到附旋 打到溫泉 那 土地有時就很厲害 後來就造成 中部神漢 集體絕大部 這個部份 百之九十幾沒有王大 很獨立 就頭髮就不見了 那你的三層次 你的三層次 還搞什麼 所以隨著利用 他的社會內部矛盾 以維護政局的決定手段 不斷加招 那以做到的民間好想 以透過在國點戰 金螺蛇 彈也以智慧及撒腕升級 俯使長久以來 作為核心治與體制的三層次 出現空間體制 終於造成後者的衰股 與最後的四年 那這樣就叫 全派 僅 一般國人生 實際上 我們 學術 堅持執政 柯老師的這本劇作 國大精神 可以談太多了 像今天我 聚焦在一個非常狹窄的地 上面來談就好 這一個點就是 應用GIS來製作 律師地圖 這一模式 那我原本準備要談兩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 是關於十八世紀的這些 定點的考證 以及把它匯執到 以當代的制度典範 為基礎的地圖上面 那第二個部分 因為後來 柯老師他談了蠻多 這個漢字區的內部的分類 所以要來談 關於使用 1901年的嚴格調查 來繪製的這些人群分類的地圖 這一件事情 那因為時間已經 超時太過了 一個部分會跳過去 那直接來談第二個部分 關於和群體的分類 那麼首先我們要來談的 就是所謂的克里 KR 這到底是甚麼呢 則在不同語氣之下 會有不同的遺憾 其中一種遺憾 指的是非本籍 不是本籍的人 像是外神籍 會被稱為客人客籍 客人KR 那第二種遺憾 則是一種語言的群體 公航 講客話 這群人會被稱為KR 那現在 尤其是二十世紀來到現在 我們比較強調的是第二種遺憾 所謂的客家人 就是 假那一種語言的人 那當然你會說現在年輕人也不會講 但是我們還是可以追溯到 他的 慈系尊親屬是會講的 是這群人的後語 現在比較強調是這一種遺憾的群體 這大一部分也是被日本所定出來的 是這樣強調別人的群體 那但是在青代的時候 冠子的立場也就是說 他們其實比較重視的是第一種遺憾 也就是 幾別年紀 是屬於哪一個行政區的 如果非本籍 其實是客籍 所以這個兩種遺憾 有時候不太容易區分 因為在我今天上來的康 是客 那這個客到底在講的很重 不是很容易區分 不過大致上還是有一個經驗法子 就是 在青代越早起 越初起 客比較偏向一種遺憾 也就是幾別遺憾 那越晚起 尤其是這麼多分類邂構的時候 會慢慢滑向一個群體 會很厲害 會這樣子滑過來 好 那現在 比較麻煩的是呢 這兩種遺憾 他們有不同的遺憾 當然是交叉 我現在借用 斯大維廉照 斯大維西維廉照的一張圖 我們來給大家看看他們的交叉的狀況 這張圖呢 可以看到福建省跟廣東省 上方就是福建省 下方就是廣東省 那有一條線就是越南省 這一條線是 民意跟可語的落界線 會說落界線的意思就是說 邊界不是一包連的斷 而是有一個漸進管充帶的 所以它是一個 蒙古一帶 大概是這樣子的 那所以 在這兩種遺憾之下 會切出 四個項限 第一個項限呢 是 在福建省的一些叫密南話 那第二個項限呢 在廣東省講客家話 以上這兩個項限是 我們今日比較熟悉的 就是省籍跟 屬體 從地 我們比較 當這經過一系列重組之後 我們都想要熟悉的狀況 但是還有另外兩種人 有一種人是 貴福建省 貴福建省 但是也是講客家話 不只廷州 漳州也有 平和縣 南進縣 照安縣 都有 福建的客家 那另外一種群體 是在廣東省的沿潭 剛剛柯老師也有秀了 在六歲中英的那一版 有一些縣 他們講的潮善話 在當代的文學分類 是把它歸為 廣義的米南語 它跟 漳州話 泉州話 當然是有些差別 不過基本因應是相通 你如果都沒有學過 你直接去跟老公會有點困難 可能真的是有些差別 但是你掌握到那個 轉換規則之後 你可以滿快步上手 就是說 全章要去掌握潮州話 你掌握客家話 還要用 相對接近 所以你就出現了 這四種類文 我們說福建的 講品男話 福老人 以及廣東講客家話 講客有客家人 他們的自我的分類 比較不會 會問過 另外兩種 就容易產生困窘的情況 福建的客人 他們到底要歸到 福還是要歸到廣 還有廣東這些 這些講品男話 潮善 他們到底要歸到哪 就比較容易產生困窘 那事實上 在台灣各個地方 因為廣東的人群皆輔新年華 產生結果又不太一樣 像是在下淡水地區 因為 歷史上系列實踐 使人們重視的是 園區組的區分 講客話 並講品男話 所以在下淡水地區 比如這些廣東省的 比較福老化 比較品男話這些人 他們會依附福建的福老人 是這樣用人出去切割 但是在新竹這一代 就我自己的觀察 反而比較重視的是省籍之類 也就是說在新竹地區 有一些來自於廣東省的福老 他們比較是去依附 通常來自廣東省客家 因為他們只是少數群體 慢慢他們就該講客家話 你下去問他們你是誰 他都說他是客家 但是你翻他的族體看 他的祖籍地是假的 現在這是自我認同變客家 也就是說 這兩個比較尷尬的群體 福建的客人以及往東的福老 他們最後會依附到哪一個主流 的群體 有影響 跟那個地方人群的互動時是有關的 好那現在呢 我們接下來要談的是 柯老師他使用的是1900年的 編格調查來掌握 這個清代的 權障課的分布的情形 那我們要來了解一下這個編格調查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資料 是怎麼樣生產出來的 我們要了解一下 日出起的時候 日本政府是不會來重製他們的 那統治的編額需要有名單 有名測 其實在日出起的時候有兩種評測 那其實在日出起的時候有兩種評測 一種叫做戶籍部 一種叫做戶籍部 一種叫做戶籍調查部 他們的風能以及 民主板機能不一樣 戶籍部是由民政單位官的 一開始是辯務署 那到190011月的時候 廢了辯務署 所以接下來戶籍部就改了新的總理科來管理 那部門調查部他們是政單位官 他是警政單位官 是由警察群派出所去製作的這個測 他們功能不一樣 戶籍部的主要功能是要確認 你身分相關的權益 例如說所有基金權 重視的是這一方面 那戶籍部的目的是要維持出來 因為警察要知道他管局之內 有哪些人在 功能不太一樣 那麼方法 生產方式也不一樣 不僅部屬政單位 他自行申報 有人出生死亡 自己去登罐子報告 那如果調查部是警察哪來維持自然用呢 他不會等你來報告 他會主動去查 所以警察會一起巡查 至少 他是分等級的 跟實在這種等級 一般人是兩個月都會去查一次 那如果你是資產階級 大概三個月才能查一次 那如果你是被盯上 被警察認為是高風險名單 他每個月都會去你家查一次 看看你家這段情線發生的事情 他是警察主動去調查出來的 那麼他們對於警察單位的地方 寫不太一樣 因為護籍部他強調是這個身份的相關權 所以他的單位是Family Family 什麼是Family 想要一下 假如你爸媽在高雄 然後你去台北讀書 居住地步一樣 如果按照護籍部的Family的概念 你還是會被寄在高雄這邊的路上 因為你是這個Family 那如果調查 布他的單位是House 就是居住單位 他比較重量說 你是誰的誰 他重量是誰住在這裡 所以住在同一棟單位 住在單位裡面 即使你妹妹有清潤區 沒關係 有了被寄在旁邊的路上 他超爽的 他概念也有點不太一樣 所以在初期就有這兩棟布子都在使用 那你們猜猜看 哪一棟布子比較準 警察這會比較準 因為警察會電極去虛妙 當真你自己申報 你不太久 所以戶籍部資本統治者自己發現不準 在1901年3月的時候 台北電務署就去清查戶籍 發現陸籍高達萬一箭 身份異動 沒有申報的又有萬一箭 漏的也很重 因為他不會主動去查 他只能被人通報 那統治者都覺得這個戶籍實在不太好用 所以到了1904年的時候 因為預計1905年要做一次的國師調查 就要決定要我們來等布子為基礎 布子部因為基礎還是用布的調查 布為基礎 總督府就覺得說布子部太準 所以隔年1905年的國師調查 要用布的調查布為準 不要用布子部 然後在1905年做完這次國師調查之後 叫做正式的廢除了布子部 從此之後以布投的調查布來代用布子 所以在日本統治下 台灣等於我們企業是沒有布子的 因為布子部廢除沒有布子 是用布投的調查布來代用布子的 經歷過這樣一段時間 好 那布子部長什麼樣子呢 我本來以為這真的已經廢除了很多消失了 我這個運氣真的去找到這個救護子部的使用 我的形狀 長這個樣子 大家可以特別注意看一下這個白色的礦材 不為 寫什麼呢 泉州安齊憲 泉主說泉州安齊憲 這一直很笨 奧子派一樣 在翻開也有人會寫泉州同安憲 在翻臉張州人齊憲 真的都寫主子的地 而且張州泉州分很清楚 那是要憲 好 那我們現在要回頭來講這個嚴格調查 嚴格調查是1901年的時候 總共向各個辯務署來負責調查 那你還記得布子部是誰官的嗎 辯務署 那布子在這個 辯務署他接到這個任務 他來清查管區之內的門口 他依賴誰 他依賴是布子部 他依賴是布子部的調查 好 那布子部有這樣的資訊 泉州 藏州 廣州 廣州 所以嚴格調查 為什麼會有那些泉州人 廣州人廣州的資訊 我相信很大的基礎 主要的基礎是來自於 舊的布子部的資訊 這應該是 基於是行政局主持的行政區 那如果調查部就不太一樣 這個是1905年開始啟動的護衛調查部 你看到紅色框材的地方 壯族 然後寫的符 這是符 建 略稱 如果廣東就會寫過 那這個護衛調查部的 符案管或是此歷史呢 我必須再說明一下 自從1905年決定要廢除物資部 然後護衛調查部作為行政基礎之後 從1905年開始所有人工統計 以及國師調查部都是根據物理部 和調查部 然後目的部已經廢掉了 所以我們之後看到人工統計 或者國師調查裡面會有福建多少 廣東有很多少是根據這個位置計算出來的 那這個胡廣那是什麼意思呢 在1905年做第一次的公司調查 那時候有名字叫做民主派部的調查 我會想說這個民意的調查服飾 有沒有是這一家 那做調查開始之前 要先訓練調查員 然後就有地方上面的警察 就提出疑問 關總主要有認定的問題 結果有人問說 如果祖先來自廣東 但是原封數還是福建人的相反 這個福建人他們一結論都是講民進化的嘛 那這樣到底要算福建人還是廣東人呢 那總督府的回答 制式的回答是說 即使有廣東人的歷史 但是沒有這個特徵 就要當成福建人的調查 這個八幅也是同的講 他一直的手冊 那個調查員要有的手冊 裡面有很多民喊雜症 遇到都翻開看幾個 然後進去 這個是在那個手冊上面的 好 所以就缺了什麼呢 如果調查裡面的這個種族 有重視律師嗎 你看他 沒有那個特徵呢 就以當下現狀為主 然後他重視的意思 什麼呢 重視意思的 然後重視的是什麼呢 在這個調查做完之後呢 出了這個成果報告 那就顯然白了 言語之之眾族 就是證明表列 言語之之同 這表現的種族 就是一同 然後又說了 須將這個言語跟種族連結起來 這才是做了原調查的 重視的精神 就是說為什麼去調查案 就是1905年那時候的調查 是有調查產量的 產量的就是家庭 為什麼調查家庭一點 並不是因為真的對於年齡有興趣 而是因為這個語言是拿來分辨種族 然後依據等等 所以要特別強調 要把年齡的種族連結起來 那調查結果怎麼樣 都有去討論過 如果家裡是講福建 所謂福建就是 很難話 96%就認定為福建 那家裡是講廣東話 所以廣東話 他們也有定義的 只是客家化 客化 98%就會認定為廣東 這樣不是100% 但是理從性相當很高 也就是說 部份調查部 以及依據部 調查部做出來的這些 或是調查 或是種種族 這些所謂的政見廣東 它的遺憾其實比較重視的是 預言 講什麼話的 只講什麼話的 就是祖先來自哪裡 好 那麼我們來比較一下 嚴格調查跟不合調查 我們剛剛說過人群 會切成四種人的房間 那我們來看一下 彰化土星的地方 為什麼要挑彰化土星 因為這四種人在彰化土星都有 然後四大地區的委員召在當地收集了族群家族 他針對的是四居宗族 就是在當地住了三代以上的宗族 然後去訪問 等一下你跑的就跑了很剛好 然後就很黃金 然後那個族群家族上面都會有寫著什麼樣的 我覺得委員召這一系列釣 他不是釣上福星 還有其他地方 我今天只拿福星出來講 價值也強 因為他可以去看這個宗族 他的祖先祖的地方 是落在那四個象限南象限 是不是在福建里面的客家化 還是在廣東講 什麼南話 還是哪個種 他可以看到祖先從哪裏 那個區塊的裏 好那這裡有兩張圖 一張是分語群 就是分客家化跟語蠻化 看的是 比如說現代講 看的是那種族群族 寫在那個祖先發言 是講什麼話 是講什麼話 是講語蠻化還是客家化 然後另外就是分審籍 是不是屬於廣東 然後我們就可以看到比較有趣 可以特別注意 就是紅線框起來這兩塊 你看分省級這邊是屬於廣東省 分語群這邊是屬於民安 所以這是廣東省 包括福星 東側的壓力圖 陰入廣東群 蘭林 酒高位 這幾個地方我們等一下再來 細看資料 另外這裡也是 你特別要注意 它在分語群這邊是屬於客家的 它在分省級這邊屬於福建 這是福建的客家 其實張超客家 南進平的客家 有些美冊的鼻哈 毛峰這幾個地方 等下再來看資料 我們特別關注這兩群人在不我調查裡面 在嚴格調查裡面是我們認定的 我注意了解 幫助我們了解 不我調查裡面的福建廣東 嚴格調查裡面的福建廣東到底是甚麼意思 那我們進一步來看這個資料 我剛剛講過那些來自廣東的福老 這個牙油廚 拼頭廚 廣告會這幾個地方 在嚴格調查裡面他們正確的被歸類為廣東來的 然後在護文調查裡面他們歸類為福建廣東 所以這個是有正確的被分別出來 那我們再看看這些鄉州客家人 比哈 農宏這些地方 他們嚴格調查裡面也被正確歸類為是鄉州 但是在護文調查裡面他們沒有被歸類為廣 而是被歸類為廣 雖然他們主先有發源地是講客家話 但是在20世紀初做調查的時候他們應該已經這樣一談話 所以被歸為福 但是在嚴格調查裡面可以看到他們自己來自張州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嚴格調查它比較偏向於主席的行政局 那護文調查比較偏向於20世紀主席的嚴格狀況 是這樣子 那如果我們拿嚴格調查這樣的資料來回推 這個清代人群的分別 看到的人會有教室行政區的差別 是鄉州 草州 還有廣東 而這個廣東可能沒有講名的話 可能比較多的講客家話 也會有一些是講名的話 從這個嚴格調查就不太分辨出來 不過如果我們再思考一下 我剛才有說過在清代的時候 越往前期官方越壯士而選分類似 分幾年 培政政區 官方一開始比較沒有壯士去分類似的 那裡面打一打打出來 那所以如果官方無線裡面的客 如果不一定就是講客語 如果就是廣東的話 能夠用嚴格調查 來去捕捉親愛狀況 其實又好像也說眾議議員 其實也不會差太多 好 因為時間有限 我先跟大家分享這些 那因為叫做二十一的 有很多調查設施 我很快很快 那在書裡面其實 是很清楚的在對照 有很多的調查跟相關的調查 那我看得到相關的調查在 比如說幾個重要的題點 就可以牽涉到聽手 那我簡單的來講 基隆 男 人 人 物 這三個地方都行 令 中 人 很清楚行 或是在 在最後 嚴格調查人 這三個地方都會 暫 中 人 難 標 解消 我覺得可能要像運造一樣 一手幾乎 開發主義的族 這樣說我們能解除 我們知道的 是病座的 南國 是病座的族 很多的既盞 不見到既有 也見過族盤 那為什麼 我現在就是在講說 這是沒有調查過的 人都不見到的地方 這個我也有帶來幫我們去看過的資料產品 或者說呢 我們在使用這個資料之後 我們很喜歡 要保持這個緊急 就是這個 他到底是用我們審議生來叫我們區分的話 可能不會非常的完全是確定的狀況 他可能就會問我 但是我如果從那個資訊 就我問的資訊來看 我會認為 一個調查會講不適合 我們要去做 然後國家評價值得住 他如果意外問 他可能會說 包括被惡合 這個就是我們原教堂的手提要求 他也很清楚 在嚴格調查人員 因為是趙州 對 但是原教人去體會做 趙安 趙安的趙安課 對啊 那到底是趙安還是趙州 趙安是趙州啊 趙安是趙州 趙安是趙州 對 可是他說了 趙安是趙州 對 我覺得 連趙安是趙州 這些調查 沒有調查 雖然他 沒有把他系統化 對 他的系統 他明明是散散 在各地的泡泡泡 那我想散意他這個 他就是責任教堂 但是他就加護成績 對 因為你 結果人家叫他用繪記 那你用繪的事 就是 鑄 鑄 鑄 或者是要 鑄 鑄 鑄 這叫 鑄 鑄 而且 鑄 鑄 這講成績 所以你用前提手 就是說這個是神經 這個是神經 我剛剛有給大家看 你們的調查可以清楚 說麥克風的能力無成功 或是故障的前提手 或是某某種能現 這個是比較偏向的意思證據 然後會有規復的條例是有可能 我會說他會偏向進去 好 這樣可憐老師最後一點很簡單的理應的部分 那因為這可能拍卸這到很多幸福的分間 比較沒有辦法自拍 那我們還是非常感謝兩位老師的參與 那也是再次再感謝各位 謝謝 謝謝